柳如素把自己当作是杨家闺女 就觉得应该为杨家分忧 拉着林水星的手轻声细语 男人都是有野心的 我们女人得体谅 我刚开始也心里不舒服 可嫁了人就得瘦着 后来我知道 不管这宫里有多少女人 在皇上心里只有我一个 我相信修徒也是一样 林水星没想到这事这么快 就连皇后都知道了 柳如素一过来人的口吻说了一通 就让韶药送林水星出宫 她可不想跟上回似的 让燕镜卓见到林水星 没一会儿 韶药就回来了 柳如素奇怪 怎么这么快 娘娘 公主被皇上叫去了 韶药天天在柳如素身边伺候着 看得出来 娘娘并不喜欢皇上见公主 是吗 柳如素有点失神 镜卓为什么要这么执着于 见林水星呢 燕镜卓只是跟林水星说了 孝明孝已经向她请罪 她已经降位从无凭 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了 至于那个胡乱增负的县令 已被大理寺斩首 这些事其实不用燕镜卓亲自说 不过她是用这些 引出下面要说的话 这才是她让小桌子守着 非要见到林水星的原因 这样 我赐林姑娘一道金牌 杨修图也有 以你公主的身份 加上这道金牌 就可以号令官员 而且不会有人赶找你的事 林水星能怎么办 面对着皇命 她只能从 回到杨府 林水星把金牌拿给了杨修图看 杨修图要她尽管收着 杨修图 我这个公主是不是太爱管闲事了 可是都是事情找到了她 她不能不解决 站得越高摔得更惨 林水星太懂了 上回就是解决了严氏 孝明孝才开始找她麻烦的 没事 有我在 你想做什么 尽管放心大胆地做 我说过 会护你周全 就肯定会 杨修图的话 让林水星安心了些 晚饭时 细细也出现了林水星 坐在杨修图身边 她就站在杨修图身后 桌上五个人 就杨修图身后 处着个她 这回她没叫修图 而是叫少爷 少爷 我帮你承舟 我儿子有手 不需要老妈子伺候 杨夫人眼里 可是不容沙子的 虽说留下细细 是为了杨府的颜面 不过看见她 杨夫人就觉着碍眼 细细的手尴尬地举着 看着杨修图 给自己盛了一碗 又给林水星盛了一碗 杨夫人心里舒坦了 这个小妖精 就是自讨没趣 回去你的院子 看见你音响胃口 杨夫人鄙夷地说 林水星听得都一愣一愣的 原来杨夫人 说起难听话 能噎死人 少爷细细 渲然欲气 看杨修图 可惜杨修图 根本就不看她 细细回到了她的院子 她就不信 这杨修图 是铜墙铁壁 她可是好不容易 才离开曼乡居 进了杨府的 那天 方冠才说 来了一位贵人 问谁愿意进去 并说她丑话说在前头 那人很难伺候 要是被赶出来 你们也知道 自己是什么下场 要是都不愿意 就抓揪 不过她可是国舅爷 一听是国舅爷 就有几个动心思的 而细细 是第一个站出来的 她的曲儿唱得最好 得的赏是最多的 这曼乡居 有条死规定 一旦唱曲 不得客人的喜欢 被赶出来 就要接客 再被客人嫌 就要到一楼 然后就是回去 东街细细有个姐姐 就是因年纪大了 再加上运气不好 才第五天 就被送去了东街 所以细细迫切地 想抓住个大官 带她离开 看到杨修图第一眼 细细的一颗心 就丢在了杨修图身上 她小心地唱曲儿 小心地看杨修图 然后体面地 离开了那个单间 唱曲儿的也攀比 细细就炫耀 自己被国舅爷看上了 还被破了身 方冠才不知道真假 就告诉了正经 正经让她把细细叫来 唱曲儿的都是 顽笔之身 一焰便知 细细想到这里 就忍不住得意 多亏她用毛笔 给自己破了身 所以见到正经请的 吻婆也不心慌 正经对她就一句话 你要是能跟着杨修图 就可以飞上枝头 变凤凰 但要是被赶出杨府 那就直接去东街 耗自未知 自己绝不能被送去东街 细细咬着嘴唇响 夫人叫你过去 细细听到外面丫鬟喊 她在杨府 是连个称呼都得不到的 但总有一天 她要让丫鬟 叫自己一声夫人 杨夫人觉着 别的查不出来 是不是处是可以的 所以她叫了师兄 钱郎中来 就是她 钱郎中看了一眼 就不耐烦地问 听说那个女子 住进了杨府 钱郎中都想 把这杨府给掀了 还是灵水星出现 说了是想看看 她想做什么 然后顺藤摸瓜 把后头指使她的人找出来 还用废这个事 她从哪来的 就是谁指使她的 钱郎中不明白 这不是秃子头上的狮子吗 不过还是消了火气 一搭细细的手腕 钱郎中就收回了手 杨修图你跟我出来 杨修图乖乖 跟了钱郎中出来 怎么了 舅舅 杨修图是经常见钱郎中生气 但很少看到她这样 满面冰霜 怎么了 我可不是我那傻徒弟 这唱全的都是完毕之声 而她是真被破了身 这是怎么回事 舅舅 她既然被送来 就肯定是这样的 但我没有做过对不起水星的事 可这事都传遍了 也就是林家人刚回来又老实 还没听说这些 再加上她弟弟不在家 要不然你以为人家会不来找你算账 钱郎中气冲冲的 修图就不该去那曼香居 最不该的事还惹上了这样的风流寨 杨夫人心里也有点打鼓了 师兄这个表现就是她真的被破了身 招来丫鬟算半带细细离开 细细知道她在这杨府骑马可以待下去了 她胜利地看了眼灵水星 娘 我相信杨修图的 水星 你不明白 等我明天带你在夫人圈走一圈 你就明白了 现在 这是无论真假 都被说成了真的 而杨家还得认下 林水星在林河县 惩治贪官污吏的事 在京都传开了 可这样的公主 却嫁给了那样的国舅爷 这聚会 每位夫人身边都跟了一个丫鬟 而这些丫鬟 都是贴身大丫鬟 一个个都带着几分傲气 跟在林水星身边的绿女 也听起了胸脯 她不能给小姐丢人 林水星是第一次进入这个夫人圈子 夫人们分成了两拨 一拨只有三个人 这三人见到了杨夫人 就把她拉过去了 这是我家媳妇杨夫人攥着林水星的手 介绍水星的手 梁冰冰的 看来是有些紧张的 那三位夫人合气地跟林水星打了招呼 然后就是跟杨夫人一起 她儿女精林水星 还以为这个圈子是攀关系的 没想到是这样吐槽家里孩子的 绿女敲声说 小姐 那边有夫人朝你招手呢 杨夫人放了人 让林水星过去 那些人才是这个圈子的中心 这里也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的 公主 听说你让那个贱蹄子进门了 林水星一过去 就有个夫人问这个 唉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放在眼前 她也不敢太出格 林水星说的可怜兮兮 她看出来 有些夫人是想看她的好戏 都说日子是过给自己看的 可架不住总有人想围观 公主 要我说你就不该开这个口子 老话说得好 宁可相信世上有鬼 也别信男人那张嘴 公主这有一就有二 往后就挡不住了 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的 一个富台的夫人 说的是掏心掏肺 不过林水星看她眼里 可有几分幸灾乐祸 可不是 说是她心里只有你一个 可这话不知道说给了几个听 要我说 别的都是假的 把家产抓在手里 才是最真的另一个夫人 连遇到这种事该怎么办 都给林水星想好了 可见是个有经验的 这帮子夫人 都是家里男人 娶了几房小妾了 他们谈论的是 怎么给小妾立规矩 怎么让儿子在男人跟前卖乖 怎么给男人吹枕边风 还有怎么让小妾只敢加起尾巴 老老实实做小 这些事听起来是挺精彩 但林水星是卖脂粉的 不一会儿就被各位夫人的妆容 吸引了去 而其中一个人的妆容 在林水星看来是最亮眼的 她想在脂粉铺子里给人梳妆 但她本是一般 白春合景豪女也是 杨景兰也是 连带杨府的丫鬟 都是半吊子的水平 所以林水星想问问这位夫人 林水星来到了她身边 这位夫人就热情地拉着林水星的手 公主是不是听着这些有些吓坏了 我当初也是 不过后来发现真是这样的 我们是没有人家的好命 她说着指了指杨夫人那一小拨人 林水星笑得有些苦涩 这位夫人就拉着林水星 另找了个亲近的地方坐 然后就跟她说自己的情况 这位夫人姓隋 叫隋生 跟其他人有些不同的是 她是因为生的三个都是丫头骗子 所以是她主动让男人抬小窃的 我是怕断了她家的香火 可谁知道自打那个小玩意进了门 她就开始应付我 后来连应付都懒的 我跟守活寡差不多了 随声跟林水星说起来 还是恨得牙痒痒 公主你回去尽早把那个唱犬的赶出去 放在眼前你是能看见 但男人也能看见她 随声觉着自己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而她听说了林水星做的事很佩服 所以不想林水星走她的老路 这个人眼里是一点幸灾乐祸没有 林水星重重地点头说 知道了 随声挺不好意思地说 自己花太多了 林水星趁机问她的妆是怎么化的 这是我自己化的 你要想学 姐姐教你随声说完拍了下嘴 她太得意忘形了 面前的人可是公主 公主 对不起 我 没事 你比我年长 我应该叫你一声姐姐 那我就请姐姐来教了 林水星是真想跟随声学梳妆 而且对她印象还不错 随声也痛快 当下就开始给林水星讲一些基础的 林水星听的是云里雾里跟随声比起来 她这个卖脂粉的 倒像是门外汉 随声又耐心地给她讲 走了 水星杨夫人过来喊人 对随声点点头 本来只是想让水星听听这些夫人身上的教训 让她不用为阳府考虑把细细赶走 看来她又为她的生意盲上了 随声也不好意思地朝阳夫人点头 她的林水星是一个愿意学 一个愿意叫 颇有些相见恨晚 这才发现其他夫人都散了 林水星告诉了随声自己的脂粉铺子在哪 明天让她再去给杨锦兰 锦好女白春等人讲讲 随声爽快地同意了 跟着婆婆杨夫人上了马车 林水星还没等着问 杨夫人就向她说起了随声的一些情况 我猜猜 你肯定是看上了她梳妆的本事 娘没说错吧 娘说得对极了 林水星为着杨夫人 都说婆媳天生不对付 可林水星觉着她跟杨夫人就合得来 随声的娘以前是宫里的侍女 是专门为娘娘梳妆的 所以随声的本事大多来自于她娘 而她能进入这个夫人圈子 靠的也是这个本事 有许多夫人都让随声交家里的丫鬟梳妆 不过还没有人能胜过她 她男人的酒品都算不上的破官 也是她用这本事求来的杨夫人挺看不上随声的男人 一个秀才靠着老婆当了官 结果随声为了让她家有个香火大度 让她纳钱 她可倒好 看看这干的是人事吗 娘 你说我让她来管脂粉铺子有戏吗 林水星兴冲冲地问 我看男 她现在也许是觉着没啥笨头了 都很少再帮那些夫人交丫鬟 刚才她肯跟你聊 我都意外杨夫人觉着这是玄 不想让林水星抱太大希望 免得回头再失望 林水星倒想试试看 这个随声真是自己的脂粉铺子很需要的人 等两人回了府 丫鬟说细细出去了 杨夫人倒想让她永远滚得远远的 就是不知道林水星经过这一趟 有没有改变想法 少夫人 少爷被缠住了 等着你去救呢 福西进来时连跑带颠 细细瞅着机会熬了点粥 做了几样拿手的小菜 还特意问了一壶酒来新途酒楼 找杨修徒 杨修徒没碾她 反而是让福西来找林水星救她 水星 去吧 我这儿子可是向来不会应付女人杨夫人 朝林水星挤挤眼睛 她都想为杨修徒这一手拍手叫绝 林水星能怎么办 只能来救夫辈食客们见了她 跟打了鸡血似的 看来公主要发威了 修徒 我是来给你送吃的 你开开呀 细细还在敲呢 被绿女一下就扯开了 没看见她家小姐来了 细细就是就倒在了地上 石河也翻了 汤汤水水洒了一地 她蹲在那里剪碎片 一下就被割破了手指 眼泪汪汪地看林水星 少夫人 我就是来给少爷送吃的 你这丫鬟也太霸道了 少爷 刚才我上来时 可明明听你喊的是修徒 怎么 在我面前倒装起向来 看着细细天天搞事情 林水星也觉着 留她在杨家也许并不是个好主意 细细看到楼下一双双眼睛 都在看这边 太好了 要是能让林水星在这里无理取闹 杨修徒也许就会对他生厌了 夫人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们都是伺候少爷的 都应该 谁跟你我们 让你住在杨府 是你说怀了杨家的孩子 可昨盖郎中查了 你肚子里连个石头袋也没有 你还敢往杨修徒身边凑 真以为我这个公主是吃干饭的 林水星插着腰 气势汹汹地说 后面绿女跺着脚给林水星鼓劲儿 小姐早就该这样狠狠收拾这个叫细细的 下面的时刻都看呆了 原来公主是只母老虎 是憋着气找由头让这个唱全的好看的 我没这么说 我只说被少爷破了身 夫人是公主也不能编瞎话 细细还是一副可怜样 那手指上就是一点血珠子 还是那么举着 他就不幸闹得这么大 杨修徒还是不出来 一个无是生非的说他边瞎话 林水星赤笑一声 你说被我男人破了身 有谁看见了 福西可是一直跟着他 福西你看见了吗 没有 少夫人福西干脆地说 终于轮到他出场了 这么说来 谁知道你是被哪个破了身 却因为到我男人头上明摆着跟你说吧 我今天心情不好 你要是识相 就赶紧给我回去收拾了东西 卷铺盖走人 林水星越说越霸道 欺负人 果然比小星应对别人耍花招痛快多了 杨修徒在里面都听着呢 此时打开门 细细狂喜 杨修徒终于出来帮他了 却看门又关上了 而林水星进去了 滚吧 唱曲儿的 没听公主说吗 底下看热闹的 有个人稀落到 听到了吗 你还不赶紧滚 还等着我踢你一脚 绿女跋扈地抬起了脚 细细捂着脸跑了 不过他是不会离开杨俯的 死都不会 屋里林水星打杨修徒 怎么 你不是等着我救吗 这样你高兴了 京都人都知道我是母老虎了 娘子这么霸气 我当然高兴 你越凶我越高兴 看到林水星为他吃醋发威 杨修徒不仅是高兴 他觉着林水星和自己 又贴近了一点 等林水星和杨修徒 回到杨府时 杨夫人也知道了这件事 觉着这一趟 妇人圈的交际 是管了用的 只是那个细细 是个听不懂人话的 还是赖在府里 绿女 去把她叫来 看来刚才那一出 还是亲了 好来 小姐绿女走得飞快 不一会儿 就把细细带了来 细细有点后悔 今日去找杨修徒了 要是就这样被赶出去 她就完了 所以进来就扑通跪下了 我错了 公主 请你别把我赶出去 我发誓 以后再不敢动歪心思了 你是愿意当个吓人了 林水星刻薄地问 细细拿眼睛 瞅其他杨家人 没人帮她说话 她喊了一声 你是哑巴 不会回答我家小姐的话 绿女斥责 有时候林水星 觉着绿女 虽说是失忆 但这说话办事可是没变 以前为了吴云云挑衅她 如今也为了她这么说别人 我愿意做下人 细细含恨轻声说 看来还真是块狗皮膏药 要是就这么撵她出府 还不知道她会如何编排杨府吗 特别是他们这种身份 更是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呢 杨夫人心里不知该怎么办好了 既然想做下人 那就要有个下人的样子 有哪个下人是自己住着一个院子的 我看你就搬去下人房住吧 林水星递了细细一眼 更刻薄地说 然后 林水星又转向了杨夫人 娘 我这样你不会觉着我管得太宽吧 林水星还朝杨夫人眨了眨眼 杨夫人顺着林水星的话说 娘年纪大了 这个家也是该交给你当了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算办是我身边的大丫鬟 她对府里的事情最清楚 算办你说说府里还有哪里需要人 算办想了一想说 夫人 别的地方没空缺 就是有个脏点的火 刷马桶 细细被这么羞辱 恨不能起来掉头就走 当初自己怎么就鬼迷了心窍 非赖上杨修图呢 她给那么多的男人唱过曲 选哪个都比进杨府墙的 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要 我能做 谢谢夫人 少夫人细细咬牙切齿 心里把林水星骂了得狗血喷头 不过也对杨修图死了心 杨府都让林水星来当家了 她不死心不行 杨夫人一直在盯着细细 看细细眼里的光灭了 知道她应该是对杨修图死了心 抓着林水星的手 又踢了杨修图一脚 都是你搞出的破事 还让水星受累给你收拾烂摊子 夫人辛苦了 也许换个男人 会觉着林水星是刁蛮母老虎 可杨修图却不是这样想 水星越刁蛮越好 最好除了她没人受得了 那她就可以彻底放心了 这次 夫人圈里传的事如火如荼 公主到底是跟我们不同 被说母老虎又如何 男人可是自己一个人的 要是咱们当初有公主的魄力 也就不是如今的下场了 几位夫人都是探着气点头 隋生也是 本来隋生早就该取 林水星的脂粉铺子 可那天晚上 她男人进了她的屋 说了几句好听话 隋生就把林水星 叫她帮忙说了 先等等 最好能让她来家里请你 那样说不定我的官 还能生生她男人给出主意 隋生虽然觉着不太好 可还是照着她男人说的做了 所以说什么锅配什么盖 隋生的遭遇也是她太惯着她男人了 如今听到这些妇人 说林水星的霸气劲 她羡慕的同时心里又有点犯酸 人家怎么就能那么好命呢 林水星等了几天没等到隋生 本来是想去找她的 可杨夫人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就说她耳根子软 就爱听她男人的 肯定是她男人想以此升官呢 娘 那我不去了 这事就先割下了林水星的脾气 被杨修图灌的事越发见长 虽然只是去请一下 不会少块肉 可她不愿意让那种男人 轻易借她的事 隋生她男人过了好几天 才想起来这事 问隋生帮了公主梅 隋生说公主根本就没来 没来你就不会去 这点事也要我教你 你那脑子里装的都是稻草 得罪了公主 这一大家子都喝西北风 隋生的男人喝了点酒 又有小妾在一旁细心伺候着 对隋生说话是一点勤勉没留 三个闺女缩在一边 隋生顿了一下点点头 是她叫自己不要主动去的 不过这话她不敢说 第二天 隋生就按着她男人说的 找来了脂粉铺子 还怕林水星问她怎么才来 现在家里想好了该怎么答 可林水星只是让她浇梳妆 隋生松了口气 脂粉铺子里有十来个姑娘 因为对面赵明月的铺子 赵大人给了林水星 正好景家村的李三娥来京都讨生活 林水星觉着她嘴皮子挺利索 就留下了她 又找了几个姑娘 都在这边的脂粉铺子 隋生还是头一回 一下子教这么多姑娘 这跟教那些夫人的丫鬟还不一样 所以她教得又仔细又认真 脂粉一上手 连隋生都觉着好 又油又润 比她用的都好 这脂粉是 隋生不仅会梳妆 就连脂粉也是用她娘教给她的方子 自己做的 她一直觉着比京都大多数脂粉都好 可跟林水星的比 还是逊色多了 这是我嫂子做的 杨景兰有些骄傲的说 她都听她娘说了 这个隋生不就是拿桥吗 刚才也有点摆架子 会梳妆有什么了不起的 哼 叫她知道知道嫂子的本事 隋生知道林水星是开脂粉铺子的 但不知道这脂粉是出自她之手 一下子觉着两人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脸上有些黯然 是别人教的 再加上我自己琢磨的 才有的这些脂粉隋生愿意来教 林水星是求之不得 并不想叫她难堪 杨景兰朝着林水星吐了吐舌头 几个人都听隋生讲 隋生是边讲边在绿女的脸上做示范 不得不说她是有真本事的 就连杨景兰听了一会儿也认真学 林水星对隋生讲得挺满意 跟她说好了讲一次无两 而且直接就把这次的无两给她了 公主 一点小忙 不必给银子的隋生交那些夫人的丫鬟 除了给她男人弄到了个观作 可是没收过银子的 都是收一点东西做谢礼 哪里好第一个收公主的银子 在这里 你叫我林姑娘就行 你在生意上帮了我 就得拿工钱 跟你交那些夫人是两回事 林水星执意给了隋生 这做生意就要算清楚 可不能有糊涂账 隋生收了 这无两够她给三个闺女 一人多做一身新衣服了 嫂子 你咋不干脆让她来铺子里 非要这么一回一回的给银子 凭她的本事 我们的脂粉铺子 说不准能成为京都第一呢 京都第一的脂粉铺子 有她杨景兰出的一分力 光想想杨景兰就有些激动 别急 饭要一口一口吃 路要一步一步走 现在还不忙说 来 你给绿女画一下 让我看看 绿女一听又要给她画 吓得一溜烟跑了 可饶了她吧 不一会儿她在外面探出头来喊 小姐 有卖唐人儿的 我去看看灵水星点了头 她又跑了 因为杨修图去了刀老八的地盘 刀老八听了正经的 再没让那些暗昌 去外地骗女人 曼香居的新鲜货色变少 客人就少了 正经 你不是以为让香满楼 改成了新途酒楼 就算是赢了杨修图吧 这样下去 我看着曼香居 就要关门了这么多银子 我扔了都能听个响 到了你手里呢 柳泽然续人是软刀子 这笑名笑 可是冷嘲热讽正经 大人 我会想办法的 正经低着头 只要能在生意场上 赢过杨修图 这些他都能忍 正经想的办法 是让刀老八 敲声在京都抓人 目标就是那些丫鬟 刀老八的人 化作卖唐人儿的 或是或狼 想办法迷婚了丫鬟 就抓走 绿女呢 怎么还不回来 往常绿女 都是出去一会儿 就回到他身边来的 这回都要回家了 还不见人 灵水星出去找 卖唐人儿的早走了 绿女也不见了 问附近的小贩 都说没见过 灵水星着急了 而绿女正是 被刀老八的人抓走 送去了东街 老大 这个被用过了 怎么办 把人留在东街 一个手下听了 吻婆的话 来问刀老八 自从正经的 曼香居开起来 好货色都送去了那里 东街的女人 刀老八的手下 都有点不细地碰 管那么多做什么 直接送去曼香居 正经还能 一个个查不成 刀老八是第一次 直接绑京都的女人 她觉着这样太冒险了 刀老八可不想辛苦 见起来的一切 坏在这世上 所以只要抓到的女人 都送去给正经交差就行 手下不敢再废话 下去按着刀老八说的办 回来 把她夹在中间 刀老八又喊住了手下 找不到绿女 林水星来找杨修徒 帮着找人 而杨修徒的人 发现刀老八 抓了许多丫鬟 少爷 听手下人说 其中有个像是 少夫人身边的绿女 福西说的 有些犹豫 杨修徒本来还想着 在丫鬟被送到 曼香居时再救 可听说丫鬟里有绿女 那就要及早行动啊 她可不想让 林二婶家敬业的事情重演 那次后来 虽然是为了骗柳则燃 但林水星的怒气 也是真的 那样的怒气 杨修徒可不想再感受一次 杨修徒 绿女不见了 林水星 听一位去买汁粉的夫人说 有好几家的丫鬟都丢了 她越发不安 绿女可不要有事才好 别慌 人找到了 在东街 那赶紧去救呀 林水星不明白 还磨蹭了什么劲 要是杨修徒 在想着什么顺藤摸瓜 那她就自己带着李三去 杨修徒 拉着林水星坐下 把她抱进怀里 听我说 东街鱼龙混杂 到处都是刀老八的人 不知道会从哪里 就杀出来一个 直接去救人 危险不说 还根本就救不出人来 等他们离开东街 在路上下手 才是最保险的 我已经让福西去准备了 那我要一起去 不行 这是对杨修徒来说 没商量 东街 抓够了丫鬟 刀老八就让手下 及早给郑金送去 虽然官府不管这里 但要是事情传开 有些大人来跟他要人 那麻烦就大了 每个丫鬟都被为了蒙汉要 然后一个的推进马车里 刀老八派了两个 最得力的手下 给郑金送人 马车走得是大道 从外面根本就看不出什么 福西和李三菲 身就上了马车 停车刀 架在两个车夫的脖子上 可两人都是脖子往前伸 任脖子上出了血珠子 在马背上狠狠就抽了两鞭子 他们都是身上有人命官司的 只有在刀老八的手底下 才能活着 离开了那里 只有死路一条 马一生思鸣 受了惊在街上乱奔 踢倒了好几个人 几个路边的摊子也糟了殃 李三和福西使经拉缰绳 马还是一个劲的向前 刀老八的两个手下得逞的坏效 被李三和福西踢了下去 福西再一回头 马打着响鼻蹄子抬起 眼看就要踏在一个小女孩身上 灵水星跑出来 把她紧紧抱在怀里 再起身已经来不及了 少夫人 福西和李三猛拉缰绳也不管用 杨修徒飞身出来 又把灵水星压在身下一阵口哨声传出 马蹄子轻轻落在杨修徒背上 周围人刚才都屏住了呼吸 有些妇人甚至都捂住了眼睛 此时都是高呼恶弥陀佛 杨修徒我要被你勒断了 放开我灵水星以前就有个能力 能够用口哨声让动物很温顺 刚才的口哨就是她吹出的 还以为会太晚了 杨修徒放开她起身就走 她怎么能拿自己冒险 难道就不想想她杨修徒 女孩的娘连滚带爬从人群里出来 刚才她夹着闺女就躲 可好不容易挤进了人群后面 却发现闺女不见了 伸着脖子从人群的缝隙往外看 才看到闺女坐在路中间哭 可她挤不出来 急得眼泪哗哗淌 谢谢姑娘当娘的拉着闺女 要给灵水星下跪 灵水星赶紧摆手 福西都替灵水星着急 少夫人你去哄少爷吧 这里有我呢 杨修徒回了星途酒楼 左掌柜看着东家面色铁青 大步上了二楼 而一会少夫人气喘吁吁嘟囔着 杨修徒你听我说追了上去 东家竟然给少夫人脸色看 左掌柜觉着比天下红雨还邪乎 杨修徒进了单间 凛然不可侵犯 一杯茶浇不灭火气 索性拿起茶壶一下灌了半壶 这才赏给灵水星一个眼色 你不是要说吗 我倒要听听你怎么说 我杨修徒的真心 在你心里是不是连他娘的 一根头发丝的重量都没有 你就这么想让全京都人知道 你这个公主心怀天下万名 那你干脆嫁给这天下算了 杨修徒越说越无力 为自己委屈 又有些看不起自己 这么口不择言能有什么用 他终究是栽在了这个女人手里 不是的 你对我当然是最重要的 只是当时那种情况 容不得多想 而且我知道自己的口哨能让马安静下来 灵水星一副受气的小媳妇样 他怎么会不把杨修徒当一回事呢 别生气了下回 被杨修徒的冷眼一扫 灵水星立屎白首 没有下回了 抓起杨修徒的手摇晃 这可是第一回杨修徒对他发脾气 灵水星不是怕 是心疼杨修徒 还能拿他怎么办 杨修徒把人拉到自己腿上坐着 灵水星动来动去 然后就乖乖坐着了杨修徒 就是紧紧抱着他 灵水星戳戳他的手 杨修徒 我真是有把握的 有把握 是谁刚才说 没有多想的杨修徒是生气 可灵水星说的话 他都有认真听 还是装傻吧 灵水星不说话了 伏习这回聪明 先扒着门缝往里看了一眼 又悄悄下去了 对周知县说 我家少爷忙着呢 实在对不住 只能让大人先等一下了 没事 杨东家正式要紧 我就是来谢过他 顺便问些情况 周知县忙不迭说 他那表弟的事再前 公主和国舅爷没找他麻烦 他就稍高香了 主接出了那么大的事 官差当然要去 一线连部就发现是那些丫鬟 赶紧告诉了周知县 有好几家大人都报了官 说丢了丫鬟 周知县派人查 也查不出眉目 其中一个丢丫鬟的是李大人的千金 天天叫他查 说是查不出就要撸了他的官 周知县是一脑门子的官司 这里家小姐 就是之前在脂粉铺子 骂得赵明月下不来台的那个 叫李明兰 他这个丫鬟 是他奶妈的闺女李明兰 虽说嘴上不饶人 但对丫鬟是真好 丫鬟没了 他就找官府要人 连丫鬟带马车 官差都运回了衙门 周知县让官差请了郎中 把那些丫鬟一个个弄醒 又一个个按着他们说的给各位大人送回了家 而且不敢贪功 说了是公主救下的人 最后 才带着绿女来了星途酒楼 楼上的杨修徒看着任自己抱着 乖得一动不动的灵水星 他要是能永远这么乖就好了 拍拍他的屁股 我下去建州之县要不是地方不对 他非要压着这么乖的灵水星 好好收拾一顿 我演 去灵水星的声音渐渐低了 杨修徒管他简直跟管孩子没两样 周知县查读品了两壶 才等到杨修徒下来 连忙上前 杨东家 公主的丫鬟我给送来了 就是不知道杨东家是如何发现的这件事 街上的两个人 他们应该更清楚 知县应该去问他们杨修徒轻飘飘说 周知县笑得干巴巴 那两人一看就是东街的 身上背着官司 两人都知道自己是死路一条 一句不肯说 而东街也不是他一个小小的知县能管的 事事周知县唯唯诺诺 他等了半天就等到这么一句话 杨修徒看了眼绿女 声音凉嗖嗖的 去找你家小姐去 他担心你就是因为他 灵水星才差点被马蹄子踩 要不是怕灵水星难过 杨修徒都想让绿女消失 刚才福西就跟绿女说了 灵水星为了救他差点出事 绿女暗暗发誓 以后他一定要用命保护好小姐 见了绿女 灵水星就拉着他为有是没有 绿女眼泪巴搭巴搭掉 小姐 我没事 灵水星手忙脚乱给绿女擦眼泪 没事会哭 哪里疼 告诉我绿女摇头 她的小姐真是太好了 杨夫李 李明兰带着丫鬟来感谢 灵水星杨夫人 其实更想让杨景兰 跟这个李明兰交好 这丫头敢爱敢恨直肠子 就是有些得理不饶人 但跟这种人相处心不累 听李明兰说 杨夫人这才知道街上的事 是多么凶险 听得她是心惊肉跳 赶紧打发算办去找灵水星回来 一行人回了家 李明兰见了灵水星就说 多谢公主救下我家宝 以后我会让那些小姐 都买你的脂粉 其实以前我也用你家的脂粉 只是怕人说我拍马屁 所以没在圈子里 说过你的脂粉好 李明兰是有啥说啥 也没藏着掖着 灵水星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样直爽的官家小姐 那感情好 我谢礼我收了 公主喜欢就行 李明兰没想到公主 是跟自己一样的痛快人 她可不是光凭嘴说 是真的会那么做 娘 她是哪家的小姐 灵水星对李明兰挺好奇的 先别管这个 你先跟娘说说 你怎么这么能呢 那马蹄子要是踩在你身上 娘找谁哭去 这做事要量力而行 把自己搭进去那是范蠢 娘可不想有个蠢媳妇 等着吧 这是你师父和你娘家 还没听说 杨夫人说着不停点灵水星的头 又拉着她问有没有伤到 要不要把前郎中请来 灵水星又是摇头又是白手 把师父请来 会被骂得更狠 杨修徒就在一旁看热闹 她娘应该再多说灵水星几句 结果杨夫人又对着杨修徒来 你也是 其他事都依着她的性子来 娘没意见 但她要逞英雄 你也不拦着 这回轮到灵水星在一旁看热闹了 第二天 朝堂之上有官员就提起了此事 皇上 要是人人有公主这样的好心地 那我们西宴就会是一片歌舞生平 我觉得应该将公主作为新的女的典范 不 应该是所有人的典范 这时就让礼部办把燕镜卓龙颜大悦 灵水星这个公主还真是封对了 下了朝 燕镜卓去到柳如素的宫里 跟她说这件事 柳如素是抢颜欢笑 心里却弄不懂燕镜卓为什么要对灵水星做的事这么重视 在她听来 不过就是灵水星做了一点的好事 镜卓 要不把灵水星和杨修图都叫到宫里来好好赏赐一番吧 柳如素小心建议 我已经让小桌子去请灵水星了 素素不愧是我的枕边人 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柳如素只是想这么说岔开话题 可听了燕镜卓这话 脸上有些挂不住 镜卓既然是越过她 直接就让灵水星来到底为什么镜卓要这么重视灵水星 这后宫的女子这么多 可没有谁被皇上这么对待过 素素你怎么了 要是累了你就歇着燕镜卓设施柳如素的额头 又问用不用为她请太医 柳如素是辛苦口苦 可却不能说看着燕镜卓离开 京都人对灵水星是娇口称赞 本来被马蹄子毁了摊子的小贩 杨修图让福喜去赔偿人家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收 是那马不长眼 我们怎能要做了好事的国舅爷和公主的赔偿了 不要 李明兰没几天就真的领了几个小姐 来织粉铺子杨夫人跟林水星说过 这李明兰虽然说话直 但是在小姐圈子里说话很有人听 这几位小姐刚开始只是被李明兰硬拉来的 不过来了后也确实买到了喜欢的 一传十十传百 林水星织粉铺子的生意是蒸蒸日上 就连星途酒楼的客人也多了些 随生的男人要他一定要好好帮林水星做事 最好能一直待在铺子里 这样说不定他就不是生意官半职 随生就在铺子里正经做为林水星雇的人做事了 正好对面的织粉铺子已经装修好 是专门用来给夫人小姐梳妆的 林水星就交给了随生馆 这样一来有些夫人小姐买了织粉 可以直接去对面先用上一番 而出来的效果比他们直接买回去请丫鬟来 好了一大截 一时间去林水星的织粉铺子梳妆 成为了官家夫人小姐圈子里的一种潮流 不去的在圈子里都觉着抬不起头 其他的织粉铺子是羡慕眼红 甚至恨得牙根痒痒 不过人家是公主 他们不敢动 而那些年纪大的夫人眼红的是羊夫人 同样是娶媳妇儿 人家娶的是公主 还会经商 而他们娶回家的是娇小姐 真是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扔 现在可是都提倡学公主的 东建 曼香居没了新鲜货色 官员们去的少了 正经来找刀老八 刀老八比他还火大 为了你那狗日的曼香居 我可是陪上了两个得力的手下 杨修徒肯定是盯紧了我这里 我是没办法可想了 银子你也是拿了一半的 这时候说这种话 刀老大不是这么不仗义的人吧 这要是叫东街的人知道 正经威胁到谁要是愿意给你去送死 你找他去 我是不奉陪了 正经你也不用威胁我 惹极了我 你的事情我给你都抖了出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刀老八要是那么好威胁 那当老大的就不是他了 正经脸色变幻 软了口气 刀老大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也是着急 口气有点冲 我们一直不是都合作得挺好吗 刀老八没再说下去 要不是为了银子 正经以为就凭他能在这里指手画脚 画不投机半句多 刀老八想要过了这一阵风声再说 正经也不敢把人逼得太紧 让刀老八抓紧这点就回了曼乡居 东家 你人找你 方冠才见了正经 在他耳边说了几句 正经赶紧去见这个人 你可真是难见 那人身材高大 见到正经率先说 只是这腔调一听就不是西燕人 你有女人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人就在外面的马车上 正经跟着这人来到了外面 在西燕的地盘上 他也不怕这个人敢耍花招 一马车的女人 而且都是上等货色 还带有些西燕女人没有的风情 正经一阵激动 就是这些女人不适除 也能让那些伤骨官患 重新对曼乡居有兴趣的 这些女人安全嘛 放心 她们不会开口乱说话的 要是不信 你大可以把她们都赌雅 这个男人残忍地说 又补了一句 绝对价格公道 正经恋恋不舍地 看了这满车的女人一眼 都是眼神恐惧 而且身上也带着伤 安不安全也顾不得了 曼乡居需要这些女人 把马车驾到后门 直接驾进去那些丫鬟的事 让正经不得不更小心 那个男人按着正经说的 把车驾进去 一手人一手银子 他连数都不数 就装在了身上 要是想要女人 可以来这个地方找我 男人交给正经一个地址 这男人把女人送到了曼乡居 就隐蔽地回了东夷皇宫 殿下 人我已经送去 他也收了 这是银子去过曼乡居的男人宫警说 他其实是太子梁仁前的侍卫 送女人去西宴也是太子的命令 梁仁前让侍卫下去 如今东夷的秘密已经守不住 西宴已经知道了他们缺盐 父皇想得联合契丹攻打西宴 更是不可取 东夷因为这些盐矿 土地贫瘠 粮食很少 虽然现在是人人负数 但都是靠与契丹或西宴交易得来 而一旦开战 兵马粮草 东夷是一样都没有 契丹人又不是傻的 会转头先灭了东夷 再与西宴对抗 梁仁前是好不容易说服了 头脑发热的父皇梁仲 让梁仲问问西宴的那颗妻子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些话梁仁前说得很小心 父皇讨厌蠢儿子 但同样讨厌太聪明的儿子 他大哥就是因此被免去太子之位的 父皇 人都已经送去了 相信很快就会有收获的梁仁前 跟梁虫说 梁虫此时是龙惊虎猛 感觉整个人都年轻了十岁 布置国师恋的丹药 果然是威力非凡 前而 快看父皇是不是年轻了许多 是的 父皇肯定会受比天奇的 我是来说那些送去西宴的女人的事 梁仁前很担心 父皇现在沉迷于丹药 以为这样就可保东夷的江山不倒 因为国师说只要他父皇在 东夷的江山就会千秋万代 现在 朝中也大多是国师的人 梁仁前最怕的就是 国师是西宴的人 那东夷就威力 梁虫听梁仁前说了几句 就赶了他走 他还要找国师来问一下 这丹药是如何炼制的梁仁前往外走时 正好遇到进来的国师 国师对他行礼时 梁仁前听到父皇声音里都是急切 国师 正都等你多时了 国师比他这个太子更得父皇的心 梁仁前大步走出来 西宴曼相居 正经本来以为那些女人会让一些官员起义 因为他们自从来了一句话都不说 就像是真的哑巴一样 而且让他吃惊的是那些女人都是楚 正经试探地将其中几个送到几位官员面前 他们都很满意 不久就有官员点名这些女人 连刀老八都问正经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些女人 正经你既然有这样的门路 为什么还要叫我的人冒险去抓丫鬟 到底是谁不仗义 刀老八也想来试试 这些女人有什么不同之处 对不起了 刀老大正经叫了个女人过来伺候刀老八 曼相居因为这些女人生意越来越好 而且已经有三个被官员要回家里 做了小妾 正经有些隐隐的不安 作为一时的玩物 那些女人可以 可要弄回家养着 以前可从没有过 正经不知道的是 那些女人当着其他人是不说话 可只要看准了哪位官员 他们就会开口 而且腔调并不像东营男人那样 这些女人都是良人钱辛苦培育的武器 就是专门给西宴官员准备的 床上功夫好 又知情识趣 所以才会让官员喜欢的给他们赎身作窃 而本来曼香居的红人 细细真就是在洋服里刷起了马桶 今日好不容易得空来街上转一圈 却被这个女人拦住了 问她想不想让林水星完蛋 大婶你是林水星的穷亲戚 也恨林水星 细细问着 这个女人一脸尖酸刻薄向儿 怎么看都像是那种想占便宜的 环境改变人 吴盈盈曾经是娇滴滴的宰相府二小姐 现在成了细细眼中的尖酸刻薄向 我是谁你别管 我就想问你想不想当洋服的家吧 听说现在他们可是不把你当人看 吴盈盈被那声大婶气得 差点一口老靴吐出来 怪不得这个女人入不了杨家人的眼 因为下 你要我做什么 细细又一次动了心思 能过得更好谁想刷马桶 尽管每天洗身子 她还是觉着一身的味 很简单 你把灵水星的丫鬟绿女骗出来 然后你就老实等着就是 细细觉着这人有病 还以为她有什么招对付灵水星 结果是这个 那个绿女跟灵水星一样厉害 能听她的 转身就走 哎 你别走 吴盈盈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 能听她白呼的 当然不会轻易放过细细 细细也许就是空有个漂亮的皮囊 被吴盈盈忽悠了几句 又觉着这事干了对她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就答应了 你等着 这几天我就想法子把人给你骗出来 绿女觉着这个细细鬼鬼祟祟 生怕她又是想什么招对灵水星不利 就跟着她来到了这个胡同 然后就脑袋一疼 最后听见的是一个女生说 绿女 我才是小姐啊 好了 人我已经带来 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细细慌乱的出了巷子 看周围没人就回了养府 你们两个下手这么重 要是她出了什么事 我让正经包了你们的皮 乌音音色立那人 这两个都是刀老八的人 这威胁在他们听来跟放屁差不多 不过是刀老八让他们听这个女人的话 其中一个呸了一口 别废话了 臭娘们 把人弄到哪去 乌音音这才有些怕着两个人 让他们把绿女弄回了她的宅子 然后去请了郎中 我妹妹她磕坏了脑袋 求郎中给看看吧 乌音音求着郎中 两个男人下手狠狠 绿女的脑袋都出了血 郎中给她包扎好 又让乌音音去煎一碗药 给绿女灌下去 绿女不一会 就声音了一声 郎中起身要走 乌音音又拦住了她 说让郎中等等 别再有别的毛病 怎么又是你 这里是哪里 绿女认出了乌音音 上回小姐过聘礼时 就是这个女人 拦着她说了一堆奇怪的话 自己怎么会在这里 对了 自己是跟着细细的 郎中你看她连我都不认识 这有法子一吗 乌音音捂着绿女的嘴 郎中看出事情有些不对 赶忙跑了 连银子都没收 等郎中走了 乌音音就让两个男人 把绿女绑起来 再堵住她的嘴 又找了另一个郎中来 这回她说是绿女得了疯病 连人都认不清 才把她绑起来的郎中 看了几眼就明白了 她是被砸了穴位 才不认人 解决需要五十两 五十两 乌音音咬了咬牙 半信半疑 给了郎中银子 看着她在绿女头顶上 扎了几针 刚才还挣扎的绿女 就安静了 不一会儿眼神就变了 这个眼神让乌音音 浑身一震 这就是她的丫鬟绿女 乌音音给绿女 拿下嘴里塞的布 绿女眼泪巴巴喊小姐 两个人抱头痛哭 大哭了一场后 乌音音就掰着绿女的肩膀说 好绿女 你还得回去凌水星身边 而且要装作跟以前一样 这粉末你每日放一点 在她吃的东西里 等这件事做完 我们就可以团聚了 小姐我也舍不得你冒这样的险 只是出了这个办法 没别的办法了 绿女用力点了点头 小姐 我全听你的 绿女回到了洋府 凌水星还以为她又是走丢了 正要出去找呢 看到她进来就问 绿女 你又跑哪去了 林姑娘 我没事 绿女虽说恢复了记忆 但还记着这期间 跟林水星的一些事情 所以现在面对着林水星 有些烦乱 特别是还有吴云莹 给她的粉末 林姑娘 林水星眼睛一闪 绿女不对劲 不过她并没有拆穿绿女 第二天 杨修图去脂粉铺子街的 林水星 两人回到洋府刚坐下 绿女就给林水星 端来了一杯茶 小姐 喝茶 杨修图看了绿女一眼 平时只有她和林水星 两个人时 绿女都不会出现 今天怎么这么反常 绿女看着林水星 端起茶 刚沾到了嘴边 她又抢了回去 结巴地说 小姐 茶 茶凉了 我去给你换新的 绿女慌乱的不成样子 杨修图以眼神询问林水星 林水星说了自己的怀疑 你是说她想起来过去的事了 那你还留着她 杨修图可不想林水星 再以身犯险 等等看吧 林水星看着绿女仓皇的背影 现在最难的应该是绿女了 她应该是很挣扎的 绿女是挣扎 她从小就跟着吴盈盈 两人感情非比寻常 可自己被拐 林水星也急忙救了她 明明林水星可以等到 他们那些丫鬟被送去曼香居 再来个人赃巨货的 可林水星没有 绿女思来想去 拿出粉末又放回去 终于拿了一碗水 端出去看着林水星喝下 三天后 绿女偷偷摸摸去了 吴盈盈的宅子 她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绿女再不来 吴盈盈还以为 她又变卦了 不正常 她总说困 还有心口疼 绿女小声说 这就对了 吴盈盈高兴的脸都有点发烫 林水星终于要栽在她手里了 不过她看着绿女脸上 有些不忍 就拉着绿女坐下 好绿女 你也别觉着对不起她 你以为她是针对你好 她是想着用你引出我 你想想是谁害得我们这样惨 放心 我只是让她吃个苦头 不会要她的狗命 绿女点头 吴盈盈总觉得心里不安 绿女好像是不一样啊 就拉着她坐下来 跟她说一些 两人以前的事 说得绿女红着眼睛 抽气才放她回去 脂粉铺子 李明兰是有空就来 她把这里 当做是消遣的地方 她喜欢跟林水星和杨景兰聊天 有时也帮着卖几样东西 今天抽空小声问林水星 水星姐 你这丫鬟怎么魂不守舍的 是林水星说 她不愿意被叫公主 李明兰就叫她水星姐 没事 女孩子嘛 林水星也担忧地看了眼绿女 这种时候 没人能帮得了绿女 得她自己做选择 她 以前其实是吴盈盈的丫鬟吧 听说吴盈盈现在不正经了 李明兰把听来的告诉了林水星 你知道她住哪里 林水星让杨修徒找 到现在也没个消息 难道这李明兰知道 李明兰说听别的小姐说过 在街上见过吴盈盈 模样大便很难认出 约莫住在哪里太有印象 就跟林水星说了 末了加了一句 水星姐 你小心些这个丫鬟 抬下巴指了指绿女 以前 在圈子里属吴盈盈的这个丫鬟 绿女最霸道 其他家的丫鬟见了她都怕 而且她是李明兰 见过的头一个 给主子做主的丫鬟 原来吴盈盈就在眼皮子底下 李明兰可是帮了林水星的大忙 这里就是李明兰说的地方 林水星问了几户周围的人家 都说不认识吴盈盈 连她那种长相的也没见过 难道要一家家敲门看 林姑娘 前面的人是绿女 李三一下就认出绿女来了 她进了一处宅子 林水星跟了过去 绿女是来问吴盈盈 粉末她都用完了 是不是可以离开洋府了 绿女 你做得很好 今晚你把这个一下 加进林水星喝的水里 然后找机会把她领来 吴盈盈盈眼里闪着金光 只差最后一步 她就能给泽然报仇了 不用麻烦了 我来了 吴盈盈 你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 林水星一脚就踹开了门 吴盈盈吓了一跳 看到是林水星 又觉得这样也好 报仇更痛快 李三被林水星留在了外面 这吴盈盈 林水星想要自己收拾 等我收拾不了她 你再进来 要是见了李三 吴盈盈怕是只会想跑 好你个林水星 真是狂妄 竟然赶一个人来 怎么又假装来救绿女 让她对你言听计从 告诉你 你打错算盘了 绿女都想起来了 吴盈盈只要想想 等会林水星 就会被她踩在脚底下 就有种扭曲的快感 林水星看着面前的吴盈盈 怪不得没人见过她 这哪里能看出一点 原来的娇小姐样 都想起来了 那你又让她对我做什么 吴盈盈 你还真是个好小姐 只会指使绿女做事 自己却躲在背后笑 就是可怜绿女 被你利用这么些年 林水星挖苦吴盈盈 绿女看看林水星 又看看吴盈盈 两个人她都不想伤害 抱着头蹲到了地上 你以为说这些 绿女就会向着你 告诉你吧 你每日喝的茶里都有毒 林水星你离死期不远了 外面李三听到这句踢开门 而吴盈盈拿起旁边 剪花枝的剪子 就朝着林水星刺 林水星 你去死吧 扑剪子穿透皮肉 吴盈盈兴奋地浑身发抖 她成功了 却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说 小姐 收手吧 绿女 你 吴盈盈没想到 绿女竟然会为林水星 挡这一剪子 心里心仇旧恨一起翻涌 想拔出剪子再次林水星 可绿女紧紧抓着剪子不放 而林水星一脚踢在了吴盈盈胸口上 李三进来就断了吴盈盈的手脚 林水星把绿女抱起来 绿女 你怎么这么傻 你忍着 我给你止血 剪子插得太深 绿女身上的血沾了林水星满手 小姐 没用的 我没给你下毒 那毒我都吃了 我活不成了绿女偶出一口血 林水星和吴盈盈都是她的小姐 她不愿意她们任何一个有事 所以只能牺牲自己 吴盈盈爬着还想过来对林水星不利 听了绿女的话 大骂 好你个忘恩负义的绿女 吃我的 用我的 到头来还敢骗我 小姐 你放过小姐吧 绿女说完这句 就没了声音 林水星听懂了 绿女是想让她放了吴盈盈 傻绿女 这一辈子心里都装的是小姐 林水星过去左右开弓 打得吴盈盈嘴都出血 不过她还在不知死活地笑 李三 解决了她一个本该被发配的人 就应该在京都消失 林水星 绿女是怎么求你的 她还尸骨未寒呢 吴盈盈不想死 更何况是林水星还一点是没有 让你去陪她 绿女也不会孤单 这样更好 林水星冷漠地回答吴盈盈 说完就蹲在了地上 绿女没了 有个人将她抱了起来 这个怀抱让林水星安心地窝着 杨修图抱着林水星出了这个宅子 抱着她上了马车 舅舅 你看看水星有没有事 杨修图把林水星带来了前郎中 这里前郎中在林家宅子附近 开了家小医馆 过起了跟林河县差不多的生活 不用 师傅 绿女都说了她没对我下毒 而且我的身体我清楚 林水星固执得不肯伸手 说这话时瞪着杨修图 乖 就是让舅舅看一下 不是说绿女对你下毒 杨修图好生好气地哄她 林水星突然就崩溃了 锤打着杨修图 你知不知道 我觉着自己跟吴盈盈一样 都是在利用绿女 她对我掏心掏肺 我却眼睁睁看着她死在眼前 杨修图 以后再也没有人会在我一看某样东西时 就给我拿到眼前来 再不会有人会跟前跟后叫我小姐 虚 虚 虚 杨修图人林水星发泄 轻轻亲吻她的发 轻轻拍着她的背 前郎中悄悄出去了 林水星哭到都打嗝 抽叶着说 杨修图 我为什么要用绿女当棋子呢 刚开始 林水星留下绿女就是为了引出吴盈盈 可人心是肉掌的 看着绿女死在眼前 林水星觉着心都空了的大窟窿 呼呼透风 整个人都生疼 哭够了 杨修图报林水星上了马车 到了杨府 林水星困倦的柔柔红肿的眼睛 到了 我杨修图已经把她抱下来了 这是怎么了 杨夫人上前关心地问 怎么是儿子把人抱回来的 没事 娘 水星有小脾气了 杨修图这话 让杨夫人捂着嘴笑起来 感情好才好呢 那她离抱孙子就不远了 而孝明孝刚到宅子门口 就遇到了官差 官差公事公办道 孝大人 这里死了人 是本应被发配的吴盈盈 跟我们走一趟吧 大胆 难道每一个经过这里的人 都要被你们请回去问一遍 孝明孝的官微 可不是区区两个官差 能顶得住的 两个人低着头 极力用着公事公办的口吻说 我们只是听命行事 有话请孝大人回去 跟周知县说吧 这都是杨修图做的 他觉着平屋硬硬一人 根本就离不开牢里 必是有人帮他 就让福西在宅子里搜了一圈 孝明孝经常来这里 当然留下了一些东西 而他有一个孝母 给养成的习惯 会在穿的袜子上 秀个孝字 一切就清楚了 孝明孝只说 是他在街上遇到了吴盈盈 起了色心 就跟他纠缠在了一起 并没说是吴公明 叫他把吴盈盈弄出监牢 又养在外面的 怎么说对自己有利 他很清楚 本来孝明孝 是本次春围的考官之一 这下燕静卓 直接出了他的名 又把他降成了 从七品的小例 宰相府 老爷这下怎么办 管家问吴公明 不是有人找上门了吗 吴公明一点不慌 有个商谷的儿子 也参加今年的春围 还求到了吴公明的门上 本来吴公明 让管家打发了他 如今又把人找来了 一番话听的 这人心惊肉跳 可为了能让儿子 中个近视风光一回 他还是答应了 春围眼看着到了 随菜花 也是来找 林水行商量 复旦春围的事 这闺女嫁了人 就成了别人家的 虽说离得不远 可还是不好意思 上门太勤 性价 你咋来了 想闺女了 杨夫人亲热地 拉着随菜花 谁想她 这要春围了 我想找她回去商量一下 以前就数她 对复旦的事最上心 这回倒好 还得我来叫她 随菜花 唠叨着林水行的不是 这次 她跟林友年 都想按照村里的做法办 杨夫人领着随菜花 去林水行的院子 随菜花说 让绿女领她就行 这杨夫一个院子套一个院子的 随菜花来了几回 还是需要人领着 绿女回家了 杨夫人说 随菜花点点头 绿女的岁数 也是该嫁人了 这给大户人家 做丫鬟的一些规矩 随菜花也不懂 见到了林水行 随菜花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这孩子太没规矩了 日上三竿还躺着 随菜花上前就掀开了背 把林水行拉起来 这要是在村里 得被婆婆戳几两股 骂一整天 连口饭都不给吃 也就是水行摊上的 是杨夫人这种好婆婆 可也不能因为这样 就蹬鼻子上脸吧 随菜花可不记得 自己是这样教林水行的 娘 你咋来了 绿女的死 林水行总是自责 晚上一闭眼 就会梦见绿女 杨修图把她抱在怀里 拍也没用 林水行天天都没有精神 我咋来了 赶紧起来 服洗就要春围了 赶紧跟我回去忙 看看你这脸不洗 头不舒的随菜花 都被这样的闺女 骚得慌 特别是杨夫人 就在旁边看着呢 她怎么把这事忘了 林水行一算 日子是挺近了 疼就起来了 绿女 快来帮我 没人应声 刚要再喊 林水行想起来 绿女没了 但逼着自己 打起精神来 跟着随菜花回了家 春围的日子越近 林立已经有一个 多月没回来了 不光林立 书院里的人都这样 毕竟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谁也不想泄气 宅子里 零二婶和零三婶 已经炸了一大盆油膏 这东西精放 接下来的 就得大扫随菜花 和零水行来了 我想着 按照村里的规矩 一天做一样面食 我和你亲手做 让老天爷看见 咱一家子的成心 保佑福旦 顺顺利利的随菜花 进门就对林水行 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娘 行 林水行和随菜花娘 两个挽起袖子 一起动手做这种事的 面要货得很硬 做的时候 还要不停往里面 加声面面 使林友年兄弟三个 把京都大大小小的 粮铺都转遍了 买得最好 最白最细的面 这第一天 林水行和随菜花 做的是陶波波 林水行往里加面 揉好了 就交给随菜花 来做成陶 不一会 两个人都是满头大汉 林水行心里的闷 也消去了一些 做好了六个 取六六大顺之意 大伙上气开争 这一步要林友年 这个当爹的来 而且不能糊锅 随菜花在旁边直叨倒 闭嘴 随菜花越说林友年越乱 就吼人林二婶和林三婶 上前把随菜花拖了出去 顺便把放凉的油膏 分给邻居而林水行 一下子干这么多活 累得倒在炕上 不一会睡着了 爹 水行呢 杨修徒这几天 都是去新徒酒楼 看看有没有事 就回来陪林水行 林友年 朝炕上指了指 睡着呢 杨修徒放轻脚步进去 看到林水行睡在炕头上 热得鼻子上 嘟出了汗 杨修徒给他铺好被子 又把他平放到被子上 林水行哼唧了一声 却没醒来 杨修徒静静地看着他 笑得温柔 原来让他累点 他就能睡着了 陶伯伯都真好 也晾凉了 随菜花才进来 要喊林水行起来 杨修徒舍不得 娘 别叫他了 让他好好睡吧 有什么事我来做 修徒 你疼水行娘打心底里高兴 可你不能这么惯着他 再睡下去 他晚上能睡得着 再说 这份波波必须是娘和姐姐来 木星不在 水行再不出去 这时就不像样了随菜花 把这里面的道道 说给杨修徒听 边说边推林水行 干这么一点活 就累得睡着了 这哪行 以前可不见水行这么娇气 娘 我起来了 林水行伸了个拦腰坐起来 杨修徒赶紧拿了件衣服 给他披上 随菜花打了林水行肩膀一下 放下手 成什么样子 其实看着杨修徒对闺女这么好 随菜花心里可替闺女高兴了 杨修徒下了地 给林水行把两只鞋都摆好 还要抱林水行下抗 杨修徒我自己来 林水行堵过杨修徒的手 她娘就在旁边看着呢 再让杨修徒帮 她娘的巴掌就要护到她身上来了 杨修徒这才停了手 坐在一旁看林水行下抗穿鞋 随菜花都替她委屈自己闺女 长得也没有多好 这让杨修徒看得好像是有多倾国倾城似的 杨两个把陶伯伯切成一块块 给附近的邻居每家分了点 前廊中就给了一整个 就这样她还瞪林水行 下酒菜呢 林水行缩缩脖子 吐吐舌头 师傅 等晚上 剩下一个最大最中间的 随菜花仔细包好 让林水行送给书院的林立 姐 你跟娘不用忙这些 拿去 让娘按着村里规矩来吧 不然娘不安心 从这天开始 林水行每天不重样地给林立送波波 这成了书院里的异景道点 举子们最好奇的就是 林立今天能拿回什么 吃了油膏 给爷奶上了香 随菜花又拉着林立嘴里念叨半天 虽然林立不信这些个 可架不住她娘信 只要她表现出一点不乐意 随菜花就抹眼泪 走完了随菜花心里的所有程序 林水行和杨修图送林立去了贡院 然后她就来了脂粉铺子 有句老话说 人能闲出病来 林水行是姓了 这两天 她被随菜花指挥的团团转 就睡得很香 东家 你咋今天来了 不是春围吗 白春奇怪地问她家男人 可是几天前 就天天在家里说这些 白春耳朵都被灌满了 东家的弟弟按说也应该进宫院了 人送去 我就回来了在家里等更交心 铺子里还好吧 林水行问 白春正要说没事 却看到随生带着三个闺女进了对面 就只给了林水行看 东家 随生家里好像出事了 成天带着闺女来 有时脖子上还有青稻子 我们也问不出来 这女人的命全是男人赏的 有几个女人能是林水行 靠自己就能闯出一片天呢 白春觉得这是羡慕 都羡慕不来的 林水行点点头 想着抽空过去关心随生两句 李明兰就来了 水行姐 你终于来了 李明兰过来 就拉着林水行的手听杨修图说 就是这个李明兰的爹 顶了笑名笑大理四亲的缺儿 也是缘分了 李明兰知道不少的小道消息 见了林水行 就竹筒到豆子似的说个不停 林水行索性先让白春和尽好女几个看着前面 她和李明兰去里面 听她说个痛快 李明兰让宝拿出在家里呆的几样点心 瓜子还有花生 看得林水行直笑 你这准备的可够全户的 我这叫有备无患 水行姐 随生家的事你听说没看林水行摇头 李明兰就打开了话匣子 随生他男人赵坤来的小气声了 是个儿子 赵坤来是好不容易得来的儿子 自然是小妾怎么说怎么是 那小妾就不是个省油的灯 很清楚母凭子贵的道理 就窜度着随生的男人对他不好 赵坤来还指望着随生在林水行面前为他说好话 好当大官发大财 就把火发在了三个闺女身上 可怜三个闺女最大的才八岁 最小的才四岁 就要洗一做饭 就连小妾生的孩子的尿戒子都要来洗 而且小妾稍不如意 对三个闺女就非打击马 随生的男人还反过来怪闺女惹姨娘生气 水星姐 随生身上的麻烦是多着呢 说不准赵坤来什么时候会找来铺子里闹 这要是别人说这些 林水星会觉着她是在搬弄是非 可这是李明兰说的 林水星知道她这是给自己提个醒儿 免得到时为脂粉铺子带来坏影响 没想到明兰你消息这么灵通 我就是太闲了 总在圈子里走动 那里都是这种消息 李明兰直白地说 她又不是跟林水星和杨景兰一样有的吗 正说着 听见对面吵吵起来了 随生把闺女交出来 看来真让李明兰说着了 麻烦这就上门了林水星和李明兰出来 李明兰指着一个道貌岸然的男人 跟她说 农 水星姐 她就是赵坤来 你先回去 算我求你了 随生不想闹大 苦苦哀求赵坤来闹大了 说不定林水星就不要她坐下去了 她很需要银子 赵坤来是故意选着今天来今天是春围 听说公主的弟弟也参加 那这铺子她就不会来了 本来赵坤来是准备过个几天 等春围结束 看看情况再说 可家里小妾天天哭 说她拼死拼活给她生了儿子 不仅坐小被人看不起 还被随生和三个闺女连起手来对付 她奶都被气没了 这是要饿死儿子 这赵坤来把儿子当成眼珠子 当时就一派桌子说 我这就去 这才来的 让我回去 凭什么 把闺女给我 我带回家 放在这里 让公主给咱家养三个赔钱货 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赵坤来穿得人母狗样 又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看热闹的人群里 有些不明真相的 都对着随生和三个闺女指指点点 三个闺女都站在随生脚边 看见自己跌下的浑身发抖 李明兰看不下去了 要冲出去帮随生 被淋水星拉住 再看看 就今天一天 随生还是苦苦哀求 一天 你这都几个一天了 家里一堆的火 让他们干点怎么了 不多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吗 还是你有银子 赵坤来的绿豆眼直转 不想闺女回去就掏银子 其他的都没用 随生都离只剩五两了 刚要网出拿 就听到个声音冷冰冰说 随生 你要是拿出来 就跟你男人一起回家 以后再不用来了 东家我 随生脸色煞白 林水星怎么直接就说这么重的话 他没做错什么呀 公主 可别 我这 这就走赵坤来 更怕随生丢了这份工作 随生在林水星这里 每月有四十两银子 只有三五两 给自己和三个闺女 没了这银子 家里的小妾更要闹了 等等你闺女的手 李明兰刚要说随生 就一把拉过三个闺女 进了铺子里 赵坤来赶紧溜了 李明兰气得直跺脚 真是好心荡成驴肝肺 这随生自己就是见骨头 怪不得被赵坤来欺负 水星姐 你看他那窝那样 我又不是帮他 是为三个孩子 李明兰气鼓鼓的 不行 他一定要叫林水星 看清楚 三个孩子手的残样 拉着林水星也进了 对面的铺子 随生把三个闺女 塞到一个角落里 让他们都乖乖的 不要说话 他就挂上一副笑脸 为前来的小姐梳妆 看到林水星和李明兰进来 手上顿了顿 继续忙 李明兰找了一圈 才找到三个孩子 把他们的手拉出来 三个孩子攥着手 直往后缩 娘说了不能叫别人看见 会给家里丢人 林水星对李明兰摇摇头 算了 问题的 跟在随生这个当娘的身上 随生忙了一天回到家 一桌子的残羹冷饭 他男人先扶了小姐去屋里躺着 回来就朝他伸手 银子呢 随生把菜底子给三个闺女分好 每人碗里都只有一点的米饭 他自己只能喝水 听了男人问 赶忙拿出四两银子 那一两呢 我儿子出生这么久了 你这个大娘连点表示都没有 给他五两还得抠下一两来 赵坤来说主我把三个闺女的碗都夺过去 吃什么吃 赵坤来 你摸摸良心想想 我是一两没为他花过 之前的三十五两我就是给你儿子的 可不是给他的随生也受够了 他肚子不争气 他认可三个闺女有什么错 凭什么要一天天的伺候那个女人 你敢顶嘴 赵坤来被小妾窜落的 动不动就想打随生 你打吧 明天我就带着商去铺子 到时公主肯定就不会要我随生伸着脖子 让赵坤来打 自从这小妾生儿子 随生被赵坤来做的事是伤透了心 随生不傻 今天李明兰和林水星都看不过去 她的忍气吞声 她清楚 其实连她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所以这回才跟赵坤来对着来 赵坤来不是不敢打 是怕随生真被林水星年了 那三十两打了水漂 恶狠狠骂 疯婆娘 怪不得交出三个懒闺女 这是她第一次跟赵坤来顶嘴 随生觉着真是解气 可刚才是憋着一股静儿 现在这心里怦怦直跳 三个闺女凑到她身边 娘 你真厉害 可我们明天是不是要待在家里了 我们怕 随生抓着三个闺女的手 就一天 过了明天 就跟娘去铺子 三个闺女 懂事地点点头 她们的性格都随了随生 能忍 也不想叫随生 为她们挨爹的责骂 赵坤来气冲冲进了屋里 小妾赶紧给她俯胸口 老爷别生气 跟那种人气坏了身子 不知当不过 儿子大了 那三个赔钱货 会越来越碍事 不如我们 小妾画画说了一半 留一半 你是说送去当童养席 赵坤来也不是没想过这个 可一旦三个赔钱货没了 她怕随生 会跟她鱼死网破 这卖去当童养席 是一锤子买卖 哪有现在这样 每月都有银子花划算 小妾看着是有门 就危在了赵坤来身上 老爷 那才几个银子 听说曼香居 要小闺女 咱家这三个正合适 一个给一百五十两吗 这一下子可是四百五十两 再加加价 五百两也是能到手的 听着是多 可她要是闹起来 我这关可就做不下去了 再说她现在一月 最少就拿出三十五两 这不就是一年的事 赵坤来算盘波的 噼里啪啦响 可没有被那五百两 就冲昏了头 小妾点着赵坤来的胸口 嬌声说 老爷 现在是那脂粉铺子 就指着她 公主给她这些银子 要是别人也学会了 公主还能对她这么大方 我可打听过 那铺子里的姑娘 连七八两都赚不到 赵坤来这下有点动摇了 没想到差得这么多 不过一想 也觉着小妾说得对 就把她拥得更紧 你接着说 老爷 有了这五百两 咱们不说开个酒楼 就是开个饭馆子 随便转转 也比她给的那三十两多 还不用受她的鸟气 当然老爷要是舍不得闺女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小妾看赵坤来 被说得眼睛都红了 就住了嘴 不过是三个赔钱货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赵坤来狠狠想着 第二天 随生交代三个闺女 长点眼色 不要惹赵坤来的小妾 就来了脂粉铺子 等到她回家 却找不到闺女了 赵坤来 闺女哪去了 不是叫你领到铺子里去了 你还来问老爷 小妾阴阳怪气的 这个随生 她早晚也要赶出去 随生看着桌子上 七叠子八碗的 小妾手上还戴上了金镯子 心里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跪在地上爬到赵坤来脚边 赵坤来 我错了 以后银子我全都交给你 你让我往东 我不往西 求求你让闺女回来吧 随生几乎可以肯定 三个闺女是被卖了 她无比恨自己 为什么要把三个闺女 留在家里 好什么丧好丧 你要是急就报官去 随生头上都磕出了血 赵坤来不耐烦地 看了她两眼 一个晚一下 就摔在随生脸上 赵坤来 你就是个畜生 随生跌跌撞撞出了门 官府现在哪里能有人 可她实在等不到明天 对了 有个人兴许能帮她 我要见公主林水星 随生遇人就打听 终于是来了养府 抓着一个丫鬟就急切地说 算办看这个女人急成这样 又听她说 她是少妇人脂粉铺子的 就把人带了进来 林水星看随生披头散发 头上还有血稻子 还胡着歇徒 这是怎么了 公主 求求你就救我三个闺女吧 赵坤来那个挨千刀的 把她们都卖了 随生此时是豁出去了 什么家丑不可外扬 都没有闺女重要 林水星让随生坐下慢慢说 算办把水递到随生手里 随生哪顾得上喝水 就急忙说了事情 林水星越听越气 天底下还有这样狠心的爹 听听说的那都是什么话 那你有什么证据 说是赵坤来卖了你闺女 杨修图是最冷静的 她听下来一切只是这个 随生自己想的 杨修图这还用问吗 不是明摆着的是 林水星弯了杨修图一眼 她听着就是这赵坤来做的 除了她没旁人 而且她也见过赵坤来 一看就不是个玩意儿 水星 我的意思是让她问问邻居 有没有人看见 这样孩子能更快地找回来 杨修图换了个说法 林水星现在跟她说着话 就容易急 杨修图却甘之如意 两口子就是该有什么说什么嘛 随生哪想得起来那个 听杨修图这么说 站起来就往外走 对啊 她应该问问邻居的 林水星不好意思地朝杨修图笑笑 她又着急了 你这次准备怎么向我道歉 杨修图促侠地问 林水星看看就剩了她跟杨修图两个 点起脚尖 唇印在她的嘴边 想转身跑开 却动不了了 随生回去找赵坤来卖闺女的证据 问了这家问那家 没一家知道的 她都要疯了 闺女到底哪去了 第二天 林家宅子门口围满了人 赵坤来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跟周知县哭诉 大人 我家闺女昨天就丢了 一家子都急死了到处找 大闺女不知怎么出现在了这里 肯定是这家人偷的 周知县看了眼面前的小闺女 能有个七八岁 问 你真是被这家人偷来的 赵坤来的大闺女 怯生生点点头 被赵坤来一把就拉到了身边大人 孩子不会撒谎的 请把这一家子抓起来 赵坤来说着 暗地里偷偷掐了大闺女一把 大闺女里开嗓子就开始嚎 爹 我想回家 两个妹妹都被这家人卖了 随菜花和林有年 到现在还是猛这个小闺女 说是跟家 里人走丢了 他们好心就让她进来了 谁知道不意会 自称是小闺女爹的人 就领着官差来了 而事情三两语就被说成了这样 不是 不是我们随菜花翻来覆去就是这句 林二婶看形势不对 去杨府找林水星去了 不是你们 那我闺女怎么会在你家里 刚才他也指认了你们 赵坤来硬气地说 林三婶站了出来 明明是这小闺女自己走进来的 说是跟家里人走丢了 谁知道怎么成了这样 还有 我们有什么理由拐你家闺女 周围邻居帮腔 对 没理由嘛 这林家不是那样的人 周知县有些犯男 这就是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那就只能都带回去慢慢审 林二婶是一口气跑到了杨府 见到林水星就把事情说了 林水星跟着林二婶就往外跑 爹娘拐人孩子 这明摆着是有人 诬赖爹娘又是那样的个性 面对着支线 恐怕话都说不利索 少夫人 等少爷回来吧 算办在后头喊 夫人老爷都不在家 少爷也不在家 刚才他听着这事可是很严重的 没事 算办等杨修图回来 你告诉他一声 林水星跟林二婶坐上马车 就急匆匆回了宅子 只有林二叔一个在家 林二叔见了林水星 赶紧说 水星 你赶紧去官府吧 我怕那大人对你爹娘用刑 要不是怕林水星来了找不到人 林二叔也就跟去官府了 林水星又让李三赶紧驾车去官府 到了官府前 正好碰到隋生 他是来报官的 林水星进了大堂 就来到了隋菜花和林永年身边 抓着他娘的手问 娘 没事吧 我和你爹都没事 随菜花见到闺女 心里就不慌了 闺女比他们有主意 肯定能让他们没事 公主 你怎么来了 这二位是 周知县有点糊涂了 我爹娘 不过周知县有什么尽管问就是 我倒要听听我爹娘 是如何偷孩子的 林水星瞪了旁边的赵坤来一眼 看来这人是活腻歪了 赵坤来去一指旁边的随生 知县大人这下清楚了 这个女人在公主的脂粉铺子工作 因为小妾给我生了儿子 一直跟我闹 昨天她回家说孩子丢了 还诬赖是我卖的 却原来是她偷偷卖给了公主家 不过 赵坤来知道自己是被人耍了 那人只让她诬赖那家人偷她闺女 却没说那是公主的爹娘家 可是到了这地步 也只能赖下去了 卖给我家 我家吃饱了撑的买你家孩子养 林水星怒视赵坤来 你想这样做 让随生给你拼命干活被赵坤来肯定地说 笑话 我堂堂一个公主用得着做这种事 就为了让她一个妇人给我干活 你觉着说得通吗 林水星说着把一旁的随生拉到身边 随生 你来说说是怎么回事 娘 随生的大闺女一下就扑到了她身上 随生蹲在地上 把闺女抱在怀里 一会之后站起来说 大人 我男人说的都是真的 是公主给我出的这个主意 说是我男人不仁 我就来个不义 不过孩子 我是假装卖给公主 谁知道公主交给了她爹娘 还卖了两个 周知县这下慌了 这叫她怎么处理 公主 你看这 好你个随生 算我看错你了 林水星没想到随生会这么说 站到了随菜花和林有年前面 刚要把事都揽在自己身上 就看到杨修图带着几个小闺女进来了 其中两个正是随生的两个闺女 随生拉着大闺女就过去了 然后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大人 我刚才都是瞎说的 是赵坤来说 我不这么说 就永远也别想见到另两个闺女 这事跟公主 跟公主的家人都没关系 随生又让大闺女开口 大闺女见到了两个妹妹 就全都说了 原来随生早上离开后 赵坤来就给了三个闺女 一人一块糕 吃完后 他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在醒来时 他们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 周围都是跟他们一样的女孩子 一叫就有人打他们 后来来了个人 把他拉了出去 告诉他去到一家人家里 等他爹出现 就说是这家人偷的他 要是不照做 就让他永远都见不到 两个妹妹随生的大闺女 边抽起边说 事情这下翻了个盖 周直线扫了赵坤来一眼 赵坤来 你这下还有什么话说 竟然还敢诬赖公主 大人 不是我 是曼香居的人 让我这么做的 赵坤来是个软骨头 一看事情暴露了 还没等着周知线用刑 他就全都招了 大人 这些闺女 就是在曼香居后面的一个小屋里 找到的 杨修图此时说 杨修图的人 一直在注意曼香居 这几天 经常看到个中年女人 领着些小闺女 进曼香居 昨天福西说 那些小闺女 就关在曼香居后面 他这事 才去救了那些小闺女 只是他回去杨府 算办就着急忙慌地说 林水星的爹娘 因为偷孩子被抓了 杨修图就带着孩子来了 他只是怀疑 林水星爹娘的事 也跟偷孩子有关 没想到真让他猜着了 林水星也很快就想通了 这其中的事 怪不得随生 要临时改口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周知线 在你的治下 出了这等事 我一个公主被连番泼脏水 赵坤来的话 你也听到了 不知你想如何处置 曼香居 周知线刚要说他 这就派人去找 曼香居的人来 就有官差进来说 大人 曼香居的人来了 来人是方灌才 谁让京都人都知道 他是曼香居的东家呢 但这些闺女的事 正经没跟他说过 事发了 却让他来处理烂摊子 方灌才是一百个不愿意 却不得不来 其实都是笑名笑出的主意 降成了从七品的笑名笑 对曼香居比以前更上心 他让正经买些小姑娘 送去刀老八那里 交乖了 再送回曼香居 赵坤来的三个闺女买来后 正经才有了现在的打算 林水星 杨修图都在 方灌才就知道 事情是彻底穿帮了 于是说出了 事先想好的说辞 大人 这些小闺女 都是被家里人 卖给曼香居学唱曲的 这不违法吧 学唱曲的 唱到我家里去了 还成了我们家买的 林水星冷笑着 我不知道公主什么意思 方灌才装糊涂 赵坤来 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赵坤来看了方灌才一眼 不是这个人找的自己 不过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就又把事情说了一遍 最后指天发誓 公主 就是他曼香居的人 叫我去你家找孩子 说是你家偷的 我要说的是假话 不得好死不过 没提曼香居 额外给他的二百两银子 公主 这个人的话不能信 我们曼香居 没有他说的那个人 不幸之县大人 可以带他去执任 周之县都快变成了 听林水星审案 此时站起来 就要领着赵坤来 去认人 等等 随生你问问他们三个 是不是被关在一起过 林水星又不傻 就是赵坤来 说的是真的 难道曼香居 还能藏不了个人 随生正为刚才的事 感到抱歉 此时可以帮到林水星 自然是赶紧照做 三个闺女都说是 被关在一起的 后来大闺女先被带走了 方东家 这你怎么说 林水星怒问 方冠才想了一想说 这些闺女都是家里人 卖给个妇人 她送来曼香居的 她是有说过 有家人家反悔了 我们曼香居 做的是正经生意 不会强人所难 所以就把那个闺女 还回去了 这是那个中间的妇人 能证明 大人 其他的你来问吧 杨修图带着林水星和她爹娘 先离开了方冠才是有备而来 林水星再问下去也没用 杨修图 难道就这样算了 上了马车 林水星一下甩开杨修图的手 坐到了一边去 这是跟人家修图无关 你这是干啥 随菜花说了林水星一句 她看不惯闺女动不动就甩脸子 给杨修图看 娘 没事杨修图重新把林水星拉到身边 赵坤来被打了四十大板关进了大牢里 随生带着三个闺女回了宅子 一路上她都在想着该怎么逗那可恨的小妾 闺女被卖 她肯定也脱不开干系 娘 咱家怎么有外人 大闺女扯了扯随生 随生这才回过神来 已经到了宅子门口了 可宅子里多了好些不认识的人 而她跟闺女的衣服就被扔在院子里 你们是谁 这里是我家 赶紧滚 随生三两步带着三个闺女进去 拦着那些人继续往院子里扔东西 你又是哪个 这里我们已经买下来了 东西都在这儿 你赶紧拿着走吧 别让我们赶你那家人中的老太太 看随生带着三个闺女 看着也像是苦命人 就好声跟她说 随生明白了 小妾是趁着家里没人 把宅子给卖了 人也跑了 赵坤来这个蠢货 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还害得他跟闺女无家可归 随生跟大闺女一人 背着个破包袱 离开了宅子 他身无分文 连个客栈也没法住 要是只有他一人 怎么样都可以的 但还有三个闺女 随生不想闺女跟着他受罪 又来了杨府 杨府人听林水星说了整件事 很是为随菜花和林有年担心 埋怨杨修徒 不把两人借来府里住 娘 这倒不用 让他们以后也不敢了 林水星太了解他爹娘了 肯定是不愿意来的 杨夫人还要再说 蒜瓣进来了 少夫人 那个女人又来了 还带着三个孩子 蒜瓣刚才在杨夫人身边 都听见了 她就没见过随生 这么没脸没皮的 她还有脸来 撵出去杨夫人瞪了蒜瓣一眼 这点事还用静来问 让他进来 杨修徒却说 林水星的脂粉铺子 可用之人太少了 害得他天天待在铺子里 要是这个随生 能安心为水星做事 那水星就可以跟他一起去星图酒楼了 这是杨修徒八旺的 随生自己脸上也骚得慌 不过为了闺女 他只能来 低声下气地说 想让林水星帮他找个住的地方 东家 以后我在铺子里白做 不会让你的银子白花的 白做 你跟三个闺女喝西北风 我会从你每月的银子里扣 而且以后你的工钱 就捡到十两随生 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 要是你在 林水星冷着脸 声音也冰冷 谢谢东家 以后我要是再做出这等混事 不用你敢 我自己就走 随生赶紧保证 对了 你跟赵坤来 你打算怎么办 我会跟他合理的 东家随生说得很坚决 那种男人 他以前是瞎了眼 第二天 随生跟林水星请了一天假 来牢里见赵坤来 赵坤来听牢头说 有人见他 还以为是小妾 趁着脖子往外看 见识随生 就拉下了脸 你来干什么 随生把和黎叔给赵坤来 让他签字 赵坤来直接就乱了手印 这个婆娘 他也早看够了 甩给随生 滚吧 赵坤来 你那女人跑了 宅子也叫他卖了 随生领走钱 好意告诉赵坤来 你放屁 我不信 劳头大哥 我要见之县 我有话要说 赵坤来在后头喊 朝堂之上 燕镜卓敲打了官员一番 说西宴是可以纳妾 但必须是身家清白的女子 要是有人赶赵坤 要是有人赶赎女人回家作妾 一旦查实 官将三级 且举报者有功 燕镜卓扫过底下的官员 威严地说 一时间 官员人人自威 特别是几个 从曼香居赎了女人回家作妾的 心里更是慌 觉着皇上 一有所指的就是他们 把那些女人都赶出了家门 曼香居的生意 一落千丈 正经被笑名笑 骂了个狗血淋头 又被赶出来了 怎么回事 良人前问侍卫 那些女人可是被西燕官员 买回去做了小妾 殿下说是西燕皇上 在追查官员那妾的事情 凡是假 里有不清白女子的官员 全都官将三级官员为了字 保就将他们撵出来了 那让他们回去曼香居 良人前没想到 好好的一步棋成了这样 到底是谁坏了她的好事 殿下 曼香居也不要这些女人了 侍卫硬着头皮说 那就处理掉 去查查西燕为什么要这样做 良人前很利的说 她怀疑是跟国事有关 西燕 林水星这边是一波钢瓶 一波又起 林立被从考场赶出来了 说是作弊 人也被关进了牢里 林水星听杨修图说的时候 身体晃了晃 幸亏是杨修图扶稳了她 杨修图 林立不会做这种事的 这一定是有人诬陷 我去跟皇上说 林水星从杨修图身上起来 就要往外走 等等 水星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杨修图拉着林水星坐下来说了 供院里的情况 里面是美人一间房 所以想偷偷陷害人 几乎不可能 这么去跟皇上说 根本就帮不了林立 那你说怎么办 总不能就这么眼睁睁 看着林立葬送了前程 却什么都不做 杨修图先带林水星去牢里 见了林立 林立倒是很稳 见到了她姐 就把事情都说了 就这样 林水星集啊 这要是作弊的罪名作实 那林立就会身败名裂 仕途更是永远都别想走了 可林立实在想不出 有什么不对劲儿的 姐 你别管我了 我认了林立不想看到她姐 为她的事再辛苦想办法 而且以她姐如今的身份 就是自己做不了官 也没人敢再欺负她姐 你认我不认 你就跟姐说你作弊没 我没有 姐林立认得是命 可不是承认作弊 那姐就不会让你背着这个污名 你等着姐 林水星身上有御辞金牌 皇上可是说了 见了这个金牌 官员都要配合 她想看看 被考官发现的 用以证明林立作弊的那张纸 而杨修徒也去想别的办法了 四位考官知道公主是位 林立的事而来 还以为她要大发迎威 听说这位公主很厉害的 可公主态度很好 四位考官也就把知道的说了 林水星也看到了那张纸 考官说 与皇上出的题目一模一样 而上面也确实是一篇好文章 那我能看林立的卷子吗 林水星问几个考官 这几位考官看来都挺正直的 没有对她谄媚 因为林立是作弊 她的考卷是作废的 让公主看没什么不可以的 考官就给了林水星 看他们也看过了 虽然没写完 但是风采斐然又不空洞 太可惜了 不知道为什么林立还要选择作弊 林立的和那张纸上的文章 全无一点相同 所以就是凭着一张纸 就判定了林立作弊 林水星觉着这太武断了 公主 两篇文章是各有所长 我们也为林橘子可惜 不过律法有规定 只要发现有作弊嫌疑的 历史就取消资格 绝不姑息 我们只是秉公办理 其中一位考官 抢在前头说 那考题有泄露的可能吗 公主 绝无可能 考题是皇上亲笔所出 又用辣油封住 今早由公公送来 除了皇上 没人知道考题是什么 考官严肃地说 皇上为防舞弊 可是下足了功夫 林水星点点头 既然这么严 那林立又是从哪里知 道的 这不是很蹊跷吗 公主有所不知 每年都有孤体的 也有人卖文章 兴许林橘子是碰上了 这位考官 是看着林水星讲道里 没有为难他们才帮 这他普及的 其他三个考官 都瞪了他一眼 林水星感激地 朝着人点点头 虽然目前来说 还没有发现 能为林立洗清嫌疑的地方 不过也让他 对这科举 有了更深的了解 那我能看 其他人的考卷吗 这不行 公主一位考官 不留情面地说 就是公主有御赐金牌 也不能扰乱科举 林水星最后看了 在林立周围 几间号房的人的名字 就离开了 一时间 似乎每个京都人 都知道了 作弊的是公主的弟弟林立 而林立的一些事情 也被挖了得底朝天 听说他举人事实 就是候补上的 看来是歪心思一大堆 这回好直接作弊 还被抓了现行 就是他那个公主姐姐 也就不了他 不能吧 那他怎么能进去 专为橘子办的书院 按说那里的橘子 都是顶尖的 人家有个公主姐姐 被要我说 他姐那的公主 也是全败国舅爷所赐 不然就凭他做的那些事 能成为皇商 又成为公主 京都人现在又对 林水星嗤之以鼻了 觉着林水星解决的 那些麻烦事 说不准 都是仗着国舅爷 才解决的 也为杨修图 这个国舅爷抱不平 怎么就娶了 怎么就娶了这么个女人 娘 他们都说姐姐是坏人 真的吗 随生的二闺女 回来问随生 他们喜欢叫林水星姐姐 二呀 不要听其他人瞎说 你想想姐姐对我们怎么样 这座人得有主心骨 随生细细地给闺女讲 外面谣言满天飞 随生不清楚 林立作弊的事 但他记得林水星 是怎么帮他的 所以他让手底下的姑娘 都管好了嘴 也不要受影响 好好梳妆就是 对闺女他也是一样的要求 娘 我明白了二闺女认真点点头 水星姐姐对他们很好的 这种时候 最能看清一个人 李明兰就是真心对林水星的 特意来养辅 叫林水星 不要着急慢慢查 总会有办法的 林水星没想到 一天事情就传成了这样 他最怕的就是爹娘也知道了 哎 那天上香时 中间一根没烧到头 我就知道要出事 不过你不用担心我跟你爹 我们都相信 福旦不会作弊 能弄清最好 弄不清 我们就带他回家种地 没啥大不了的 又不是天塌了下来 随菜花倒是看得很开 还反过来安慰林水星 但林水星 不会让林立背着这污名的 他一定要查出来 杨修图派人查了一天 一无所获 他回到杨府时 还怕林水星又生闷气 却发现他在桌上大口吃饭 跟个没事人一样 见了他还叫他赶紧吃 让杨修图松了口气 杨夫人几次想关心林水星几句 都被杨老爷打住了 吃到一半 烟禁桌身边的小桌子来了 说是皇上要见林水星爹娘 你们吃着 我去趟宫里 林水星爬拉了几口饭 站起来就要跟着小桌子走 杨修图给他擦擦嘴 还要陪着他一起去 林水星把他按坐下 我自己就行 这进攻多了 他也不处了 这回 烟禁桌见林水星的地方 是御书房 在这里还有另一个人 林力 烟禁桌说 要亲自考林力 如果林力是有真才实学 那他就可以成为近士 不过仕途是注定不顺了 林举子你愿意吗 我愿意林力连考虑都没考虑 只要有一丝可能能入仕途 他就要做 至于背负着怎样的骂名 林力不在乎 烟禁桌赞许地点点头 开始就国师考问林力 这比科举考试其实更难 可林力对答如流 烟禁桌对他更赏识 这人对西燕来说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凭他的学识 哪用得着作弊 今日烟禁桌本该去柳如素请宫的 可柳如素是左等右等等不到人 就打发韶瑶来问 一定要问亲皇上去了 谁的请宫 谁坏了惯例 就别怪他收拾谁 韶瑶不一会就回来了 犹犹豫豫地说 娘娘 皇上还在御书房 那就好 准备好羹汤 我给皇上送去柳如素脸色缓和了 他就说嘛 如今这后宫 没有哪个妃子敢再挑衅他的威仪 少要更犹豫了 嘴张张和和 柳如素瞪了他一眼 有什么话 赶紧说 公主在御书房 又是林水星 柳如素颓然坐下 撑着头 这三更半夜孤男寡女 也不知道静卓是跟林水星聊什么 还聊得忘了来他这里 小卓子没跟韶瑶说 还有个林力 这件事皇上说了要保密 无意中又造成了柳如素 对林水星的猜疑加深 燕静卓越问越深 林力也越答越有见地 燕静卓朗声大笑 林力 你就先给太子做太妇吧 燕静卓一直想给燕景业找位太妇 却没找到何心意的 这林力他觉着就合适 陈尊指林力朗声答 林水星就是在一边看着林力 成了太妇话都没说上一句 明天就不止京都了 就连朝中都会因这事 掀起轩人大波了 第二日 当小卓子宣布了太子的太妇 是林力时 果然是引起了轩人大波 皇上这余理不合 再说他不是因作弊 入了大牢吗 太妇哪能由这种 有罪在身的人来当 无公民小心地说 皇上 宰相说得对 他没资格当太妇 满朝文武 没一个同意的 实在是这林力 哪里都配不上当太妇 林爱卿你怎么看 燕镜卓掠过了这些声音 独独问林树 皇上 我只是一个武官 不懂太妇要做什么 但皇上对太子 向来是细心教导 这太妇皇上 也定是用心选出的 臣没有意见 林树倒是说的不同 燕镜卓想听的就是这话 燕景业是他唯一的儿子 他比这满朝文武 都希望燕景业能好 这太妇 也是他深思熟虑选的 并不是因为林力是林水星的弟弟 此事无需再说 朕心意已决 燕镜卓此话一出 也就没谁敢多说什么 无功名也是 即使林力成了太妇 林水星也不想让林力 背负着这作弊的污名 他把看到的几个名字 告诉了杨修图 杨修图说他会细细查 京都主街的这家客栈里 住的都是印式的橘子 而魏文博更是住在这里的上方 爹事情我们办成了 我真能成进事 魏文博觉着这事选 这都多少天了 也没有个消息 宰相府的管家亲自找我说的 这事还能有假 我可告诉你管住嘴 出了这肩房就忘了这件事 不是还没放榜吗 你耐心等魏老爷最怕的 就是魏文博这张嘴说漏了 他没想到他们陷害的那个人 竟然是公主的弟弟 爹我知道魏文博都听他爹嘱咐了八百回 起身就跟小四半斤出去寻了子了 魏老爷摇摇头 就凭儿子这心性 进了仕途也是不会有大座位的 唉 魏文博逛着逛着 来了灵水星的脂粉铺子前 然后就走不动到了 半斤往里看了一眼 就明白了他家少爷的心思 少爷 你看上哪个了 就那个最水灵的 走 跟少爷进去看探魏文博 刷打开扇子 夜妖一晃就进了铺子 这脂粉铺子是女人来得多 不过也有男人进来 白春就上前招呼 半斤却指着杨锦兰 我家少爷想跟他说 半斤拿出五十两 砸在桌子上在周府 少爷用这招 可是砸晕了不少姑娘 这京都的姑娘应该也行 灵水星对杨锦兰摇摇头 叫他别过去 杨锦兰却是闲得慌 笑音音来到了魏文博面前 公子想要什么样的 这个桃花的魏文博随手一指 就直勾勾看杨锦兰 在周府他可没见过 这样的翘美人儿 真是有点那什么水三千 他只取一挂的意思 公子 这是樱花杨锦兰 差点憋不住笑出声 这公子是不识字 还是没看清 魏文博敷衍的又看了眼 哦 樱花 我光顾着看姑娘你了 姑娘当真是 又召淑女君子后 求她就想 下白一下自己的学问 嘻嘻杨锦兰实在憋不住了 这位原来是一位白字公子 白春喝尽好女 也是憋不住的笑 他们都不会闹这种笑话 你们笑什么 我家少爷可是举人 马上就是进士了 你们这些女人懂个什么 半斤看这些女人 胆敢嘲笑少爷 就抬出了魏文博的身份 魏文博赞许地看了眼半斤 这话接得好 不知公子姓什么 我是他嫂子 灵水星上前说 魏文博以为 这是杨锦兰的家人 看上他了 扇子摇得更起劲 我家少爷姓魏 魏文博半斤 替魏文博说 姓魏的白字举人 却仿佛笃定自己能中进士 灵水星记下了 魏文博骂 明天我去见见他 杨修图不慎在意地说 手掌在了灵水星身上 一天没见到人了 他可是想得紧厉 我也要一起去 灵水星有点烦 杨修图这个腻外劲 但不能说 一说他更会想法 占他的便宜 杨修图恩恩啊答应着 良辰美景在前 还是应该做点美妙的事情 才不会辜负 一日 当魏文博看到 昨天那个自称嫂子的 还有那女子的大哥 出现在客栈 说想跟他好好谈谈 他激动的脸都涨红了 看来那姑娘的家人 比他识货 这是想把姑娘许给他 取正妻 魏文博自己做不了主 但那个小妾 他自己还是能做主的 两位要问我什么 魏文博拿出了一副 偏偏贵公子样 还让半斤 给灵水星和杨修图倒茶 我男人就一个妹子 就是你昨天见到的那姑娘 也到了澄清的岁数 昨日我看公子气欲不凡 又听说公子即将成近事 就替他来问问公子的家事 灵水星想先套出 这魏文博几句实话 魏文博越发作得身姿挺拔 他个子挺高 人又瘦 装起来还是挺像样子的 特别是他昨日见了杨景兰 真是装他装进了心里 是一把自己家的底细 输了有八分 人家好好的妹子 要给他做妾 魏文博觉着自己就该拿出诚意来 让这歌嫂知道 不会委屈了人家妹子 你怎么就肯定自己能成近事 杨修图打量这魏文博 草包一个 看来他真是有意证 他爹说了这是不能说 魏文博没回答 你知道灵力吗 灵水星突然敲着桌子问 作弊的那个 魏文博警觉了起来 他们问这个做什么 昨天回来他爹说 这客栈里来了陌生人 让他老实点 难道这两个人也是 魏文博站起来要往门外走 被杨修图摁着头压在桌子上 半斤想去找魏老爷 就魏文博 被灵水星一针扎成了木头人 说 你知道些什么 杨修图冷声问 刚才这个人应该是想跑 魏少爷 我男人可下手没个轻重 要是你说实话 我就让他放了你 要是你耍花招 那可就不好说了 杨修图听着灵水星 这一声声的我男人 心里很舒服 一高兴 把魏文博摁得更紧 魏文博怕死 就把他爹给他考卷 他在入考场时 让半斤撞了灵力一下 放进了灵力衣服里 说了 本来是想着考完揭发他的 魏文博浑身哆嗦着说 哪知道灵力自己 从衣服里掉了出来 正好被考官捡到 接下来的事情 灵水星就知道了 考卷哪里来的 杨修图接着问 魏文博刚才说完 举着头上的力道消了 他头抬到半截 又被杨修图摁了下去 喷一声 这回鼻子都出了血 惨叫一声 宰相府的管家 杨修图收了手 魏文博吓得一动不敢动 生怕再来那么一下 杨修图看他这没出息呀 赏了他一句 抬起头来吧 魏文博才小心地伸了伸脖子 灵水星解开了半斤的穴位 让他去把魏老爷找来 半斤是连滚带爬出了门 不一会就将魏老爷请了来 魏老爷可不是魏文博 一见灵水星这个公主 杨修图这个国舅爷 再看看缩在一旁 一副窝囊样的儿子 就时时务地说 公主和国舅爷 想让我做什么 去宰相府 就看看你这张嘴 能不能救你儿子了 杨修图指了指魏文博 魏老爷沉重地点了点头 三人刚从马车上下来 门子就赶紧进去通知管家了 这公主和国舅爷 看来又是来者不善 管家让门子 直接把人请进来 他换上了出镜府时 吴公明送他的那身衣服 端坐等着灵水星和杨修图 就是他 宰相府的管家 魏老爷见了管家就肯定地说 他觉着这管家有些不对劲儿 好像就等着他来试的 不光魏老爷 灵水星和杨修图 也觉着管家不对劲 公主是带他来问考卷的事吧 没错是我给他的 也是我让他诬陷灵力作弊的 管家承认得很痛快 痛快的让灵水星都觉着 管家是等着他们来问这件事 你就这样承认 那考题是从哪里来的 这管家太无波无澜了 公主这话问的 你来不就是想让我承认吗 怎么我承认了 公主却反而不肯相信了 谁叫灵力是你弟弟 小姐和姑爷都是你害的 我要为他们报仇 管家眼里涌起了恨意 随即又颓然地说 可惜没有成功 我要是不认 就会连累老爷 所以我是无路可走 不是吗 至于另一个问题 我不会回答的 说到这里 管家往外看了一眼 然后一下就跪倒在了地上 老爷 对不起 原来是吴公明回来了 他痛心疾首地看了眼管家 羞愧地给灵水星和杨修图行礼 公主国舅爷 是我支家不言 我会把他押到大理寺 让他受律法制裁这时 我也会向皇上去请罪 说完 吴公明叫了家丁进来 将管家捆起来 还问魏老爷管家 是不是收了他的银子 要是有 会立刻归还 魏老爷赶忙摇头 事情解决得出乎意料的顺利 吴公明说 会为灵力洗脱污名 让他能堂堂正正当上太府 魏老爷连夜就带着魏文博 离开了京都 而随着管家被抓 一件科举大案浮出水面 燕静卓身边的小桌子 因为撕泻考题被抓 考题就是由他送给考官的 他的嫌疑最大 吴公明的管家 在大理寺也承认了考题 就是捉公公告诉他的 然后他找了几个人写文章 在高价卖给魏文博之流 每次春围他都会做这种事 燕静卓大怒 宣布这次的春围作废 明年重考 而京都人知道了 公主的弟弟是被陷害的 我就说 公主那样仁义的人 弟弟又怎么会作弊呢 一定是被陷害 真是苍天有眼 这么快就真相大白了 是啊 我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林水星又是京都人心中的 好公主了 连带灵力也成了个好的 燕静卓身边 接替小桌子的秋席 林水星见过 不知为什么被他看着 林水星总觉着毛骨悚然 杨修图 你说我们当时去找宰相府的管家 是不是太仓促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连京都人的弹性都灭了 林水星还是被这事困扰着 将他放倒 杨修图栖栖身而上 我们还没度蜜月呢 要不要出去游玩一番 其实不光林水星 连杨修图也觉出 灵力作弊这件事情 解决得太顺了 不过他不想看到 林水星为这种事猝眉头 这时候 杨修图你认真的 林水星推开杨修图 他可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杨修图在林水星唇上亲了一口 拨一声 又将他拉起来抱在怀里 他早就有这个计划了 只是之前各种各样的事情 缠住了他们 水星啊 去吧 就当时出去散散心 听娘的杨夫人第二天 劝林水星杨修图 当晚就告诉了杨夫人 杨锦兰在一旁拍着胸脯保证 他会看好铺子的 东西杨夫人都帮两人收拾好了 要不是怕林水星 觉得他这个婆婆太强势 他就把林水星送到马车上了 唇光大好 林水星跟杨修图一起离开了京都 一路上游山玩水 好不惬意 就连宰相府的管家 为什么要那么轻易承认 害林力都好久没有想起来了 杨修图 要是我们能这样一直玩下去 也挺好的 还不到凌晨 林水星就被杨修图挖起来看日升 这里的东阳山 是很棒的看日出的地方 林水星就要求着杨修图 也来看日出 结果昨晚被他闹了一通 就有些起步来 亨击半天 是杨修图将他背上山来的 被冷嗖嗖的山风一吹 林水星才清醒了 他跟杨修图坐的这里是一块突出的山石 急目远眺 一簇柔和的光一点点升上来 慢慢铺开 所有的一切都开始生动 才让林水星发出刚才的感慨 杨修图将他整个人圈进怀里 两人一起感受着这山间一点点变暖 一直到连他们两人都是暖融融的 林水星才伸了的懒腰 从杨修图怀里钻了出来 山境很窄 两人一前一后下山 指尖不经意地碰在一起 林水星的手总是先一步逃开 让杨修图抓了个空 少爷 他们下来了 一声高喊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浅犬 是魏文博的小丝半斤 还带了十来个人 而魏文博在后面的一顶竹轿子里 狠瞪着林水星和杨修图 就是这两个人害得他没当成近视 管他们什么身份 既然犯到他手里 就得让他们吃吃苦头 魏文博家在这里就是土地主 他昨日在街上闲晃 就看到了林水星和杨修图 当时就想上前报仇 是半斤说少爷 我们还是找些人再来吧 那男人太厉害 他才离开 回到府里 半斤找了几个有点伸手的家丁 魏文博想起杨修图 摁他头的很近 又让半斤花银子 雇了几个专门打人的混子 就来这里赌人了 昨天他问过客栈的掌柜 说是两人会上山看日出 魏文博可是特意起了个大早 大 打残了我们少爷 重重有赏 半斤撸起袖子 举起手里的钱袋子 摇了摇 十来个人 将林水星和杨修图团团围住 林水星瞟了杨修图一眼 他可真会选地方游玩 杨修图很无辜 谁知道会这么巧 又碰到这位蠢少爷呢 十来个人是一拥而上 可眨眼间 就全都趴在地上哀嚎半惊 一看形势不妙 转身就拉着刚从竹窖子里 钻出来的魏文博 两人跌跌撞撞跑了 杨修图把几个人捆成了一串 就来了魏府在这地界 随便打听个人 就能找到魏文博的家 魏文博回来时是满头大汉 魏夫人用帕子 给他一点点擦干净 就让他赶紧上桌子 魏文博刚坐下 就听家丁进来 跟他爹说 有人绑着许多人找上门来了 吓得他差点钻到桌子底下去 爹 你可要救我 又是京都那两个人 魏文博抓着他爹 将刚才的事说了 魏老爷 差点被这个蠢儿子 气昏过去 魏夫人在一边 给儿子帮枪 让魏老爷赶紧叫官府来抓人 抓什么抓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来路 这儿子的蠢 就是随了你魏老爷此时 真恨自己年轻时 就娶了一个老婆 也只有这么一个蠢儿子 所以明知是蠢货 还是要救的 公主 国舅爷 这是出了什么事 魏老爷一出来 就装作惊讶地看着院子里 被绑着蹲在一边的 十几个人问 这话你应该问他 林水星踢了踢脚边 蹲着的一个人 那人就说 他们是被魏文博 故去收拾林水星和杨修图的 林水星冷冷一笑 魏老爷 魏少爷可说了要打餐我们 你说怎么办吧 公主 国舅爷 我儿子是个蠢货 不知怎么才能让你们放过他 魏老爷清楚 这次会比上回更难善聊 魏少爷呢 半斤 把少爷叫出来 给公主和国舅爷 陪不试魏老爷朝半斤后 让他看着儿子 不要在外面惹不该惹的人 他可倒好 竟是帮着儿子出馊主意 看来要给儿子换个小丝了 魏文博赖在他娘身上 跟没了骨头一样 仰着他娘陪他一起出来 魏老爷急忙开口 公主 国舅爷 逆子被灌得不成个样子 请不要见笑 夫人 还不快让儿子从你身上起来 魏夫人一下就明白了魏老爷的意思 将儿子扶正 赶紧 文博 听你爹的 看没人给他撑腰了 魏文博低着头踏着肩 公主 国舅爷 是我混 求公主和国舅爷开恩 饶我一条小命吧 他是明白了 这两人根本不是他能动得了的 饶过你 这回可是你找我们的事 也别一口一个公主国舅爷的 我可没看出你半点的敬重你 不是要打残我们 只要你打残自己 我就饶过你 谁叫你饶了我们游玩的兴致 林水星索性做一回狠人 公主 万万使不得 公主要是要别的赔偿 我们魏家会感激不尽 魏夫人把魏文博藏到了自己身后 越过魏老爷说 既然是这样 那位老爷 我们好好谈谈吧 杨修图校的当真是温润 魏夫人大松了口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